大师兄 别人魔神都要出事了 你鸡腿还卡在脖子里 师弟帮你一把 爱马 下次不同事吃两个鸡腿了 差点没把我噎死 众祭祀团听令 人族修士族我魔族祭祀 嘎我魔族教徒 将他们全部嘎了 迎接魔神大人出事 师弟们 除魔未到的时候到了 跟随时凶噶了魔教之徒 苍龙大体诀 剑气滚龙地 魔道 魔龙护法 魔道 贵王降临 四人围攻我是把 让你们看到我的厉害 雷玉 开 雷神第一枪 长思念西长回忆 短思念西无穷极 穷极 雷玉已是 云莹眼影天地间 惊天纵地临人间 刑罚降临 此人很强 大家小心 乘风破浪踏征城 身披雷电涂魔徒 准备接受雷神的愤怒吧 想召唤大魔神 就不怕我把你们大魔神当烧鸡马了 我有一件 从天而降 我有一件 从天而降 诸葛 诸葛 囚龙 诸葛 诸葛 神剑 还没打 那就尝尝这一周 诸葛 杀真起 万方皆虚无 真呀 雷神第二枪 身披雷电擦征途 手握长枪独金龙 金龙 一起出招 嘎拉塔 魔法 地狱 魔龙 雷玉 雷法铺体 联手是吧 我一人一枪 便可无敌于事 雷神第三枪 百万雄师开战阵 长枪喷血尽千秋 千秋 小子 休要狂妄 五师弟 修仙之人要注意心性 师兄 要是不来你就赶了 佛道 大威天龙 一剑 嘎拉呢 哼 三十三重天 屁闪 小师弟 他们打完了 装逼的时候到了 小师弟 不错不错 能够逼退一个炼须 还是二师兄厉害 一人一枪 独战四大高手 简直无备修仙之楷模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小师弟 终有一天 你也会如师兄一般 阵敌万里微如虎 天地无敌显英灵 五师兄 二师兄已经掌握了雷霆之力 为什么还会被雷劈 伐海 装逼之雷乃弯雷之兽 逐进世间一切敌 魔徒 今天撞到我们青山宗 你们召唤不出大魔神了 要想阻止我们召唤大魔神 先打败我再说 那先让你尝尝这一剑 我有一剑 山河破碎 大祭司 咱们怎么办 他们阻止不了魔神出世 不阵 以身寄险 请诸魔神大人 魔神大人 无等你自身惊醒 牢凤大神 请魔神大人降临世间 无等以身寄险 请魔神大人降临世间 师弟们 别墨鱼了 快阻止他们 你们来不及了 我魔神又回来了 我魔神今天要统一此剑 魔头 想统一此剑 先过了我的清风剑 什么 这是清风剑 这就跪下了 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剑仙饶命 剑仙饶命 师弟们 怎么样 大师兄我厉害吧 一剑就把魔头下的下跪求饶了 大师兄 不愧是无被修仙之楷模 宝剑才刚出窍 便把魔神下的生活不能自理了 小师弟 大师兄就喜欢你的崇拜 爱马 又让大师兄装到了 合着咱们搞了半天 魔族大祭司请出来一个逗逼 大师兄 宽一剑 嘎了那魔头 诸位师弟 无被修仙 举头三尺有神明 掌心三岁是人剑 落得清风三尺剑 斩妖除魔要乾坤 师兄弟几人嬉戏打闹 却不知此刻的魔神为何双脚瑟瑟发抖剑仙 那是他内心深处永远的恐惧 无奈剑仙 你们魔族作恶夺端 霸动黑暗动乱 残害生灵 本剑仙 今日就为人族复仇 剑仙 你休要猖狂 终有一天 我族一定会出一位大能人物 循你报仇 本剑仙随时攻后 一剑开 风雪西天送神魔 不对 你不是他 我不是谁 你身上的气息与他不同 你只是他的转生 我不能让你崛起 大师兄 本尊今日要为我速报仇 同时将你扼杀在摇篮之中 魔法 魔王镇压 只有一炷香 这个镇法就能彻底将你镇压 晚晚师姐 你怎么了 秦昕 我突然心神不稳 上次突厘大闹千山踪的时候 也是有这种感觉 不会是问天出什么事情了吧 晚晚师姐 你放心吧 大师兄乃隐士见仙 不会有事情的 咳咳咳咳 小师妹 你终于醒了 晚晚师姐 我睡了多久 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连喝酒都没有胃口 难道买的不是假酒 想针摇我的大师兄 我噶了你 针到诸葛球龙针 绞杀 区区阵法也敢妄想与本尊争锋 真是找死 魔法黑魔之手 雷玉驱魔 有意思 竟然还有个灵系修士 本尊就陪你们玩玩 想救你们大师兄 就在一炷江时间内 全力使出你们的本事 师弟们 这人实力很强 咱们必须全力一战 救出大师兄 青山宗死战不退 怎么这就倒下了吗 狂魔 我用针刀针压了你 针刀诸神披斩 金刚神掌 太弱了 区区蝼蚁 弹指可灭 还妄想在本尊面前救人 你飞花真多 给我去噶 诸葛神剑 杀发之气好重的神剑 可惜实力差距过大 伤不了本尊 不过本尊倒能伤你 五师弟 你们快走 他噶不了我的 大师兄 青山宗死战不退 就算要倒下 我诸葛心一定是第一个 诸葛杀真起 弯方皆虚无 本尊乃金仙实力 你修为不够 杀阵再强也噶不了我 鬼王之手 五师弟 有二师兄在 一定护你们周全 魔王敢噶我师弟 带我突破大阵 第一剑噶了你 窝草 大师兄坚持住 我用大威天龙将其破除 大威天龙 大罗法咒 此阵以我本命 精血铸造的杀阵 其实你小小化神奇 就能破除的 法海 不用管我 保护好自己 大师兄 我还有最后一招 既然破除不了 那就将你镇压 佛法 如来降世 这佛法倒是有意思 让你体验一下 精心的法力 有我在 不会让你杀我师弟 二师兄 你这雷修 三番几次阻我噶人 先将你噶了 腰杆我师兄 先问过我的神剑 有意思 居然是一把神兵 你们宗门还真是卧虎苍龙 三十三重天 替山 你这剑爵 从哪削来的 怕了吧 这是我们青山东的剑爵 今天就一剑嘎了 斩仙爵一世 虚空斩 这是消失已久的斩仙爵 曾经可是噶了我族不少大能 本尊今天 不仅要噶了剑仙的转世者 还要噶了你们全部 剑仙 看看你的师弟们 都倒下了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 师弟们 都怪师兄开始没一剑嘎了的 害苦了你们 剑仙 给你个机会 向我求饶 我可以饶了你的师弟们 不过得勇士做我的魔奴 大师兄 别求他 无备修宪 举头三尺有神明 掌心三寸是人间 青山宗 宁死不求人 请两位师弟助我一臂之力 二师兄 最后的灵灵给你 一定要救出大师兄 大师兄 师弟我先家当了 你就看我的表演吧 二师弟 尽情地发挥你的表演 帝王印第四层 开 没想到你还有这实力 雷神第一枪 长思念西长回忆 短思念西无穷极 穷极 不错 有那么点热血沸腾的感觉了 再来 雷神第二枪 身披雷电踏征途 手握长枪毒金龙 金龙 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疼痛的滋味才能体会生命的快乐 雷神第三枪 百万雄狮 开战阵 长枪喷血尽千秋 千秋 居然能伤我 打了你 魔法 魔光刺射 大师兄 我没力气了 二师弟 如果再给师兄一个机会 师兄一定不再摸易 剑仙 曾经你赶了我全足 今日我就从你师弟开始 将此些屠戮殆尽 五师弟 你伤太重了 大师兄 师弟 祝你剖出此针 以我之躯 花生为针炎 承拿天地灵气 凝聚一万神力 针牙万物 五雷红线针 针牙 没讲到此界居然有此等杀伐之阵 不能让你们成长了 小子再见了 五师弟 大师兄会对你们 接下来 大师兄守护你们 魔头 赶伤我师弟 嘎了你 让我看看你成长到什么程度了 来 我有一剑山河破碎 这一拳为了伐海师弟 一剑开 沉走龙蛇 这一拳为了小师弟 两剑河定地生连 这一拳为了二师弟 这一拳为了五师弟 三剑巨云翻济海 你果真是他的转生 今日就赶了你 为我族复仇 剑先你输了 这把剑曾经斩了我族无数天骄大能 今日本尊就用这把剑 斩了你的师弟们 让你也体会失去的痛苦 魔头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不过既然是咱俩的恩怨 你有什么怨恨就冲我来 放过我的师弟呢 想不到你堂堂见仙 也有求人的时候 大师兄 无备修仙 生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雄 岂可为魔徒折腰 二师弟 大师兄 先路崎岖 师弟们既是为了救你 也是为守着大义苍生 死有所得 当死战不退 罚海 师兄若不退 你们就强嘎了 大师兄 站起来嘎了他 小师弟始终相信 先路尽头谁为风 一见师兄到成空 小师弟 师兄对不起你们 小子 轮到你了 魔头 儿女情长 我不会 同归与今 踩水我的刀 臭小子 赶引我 一线结束了你们 我 我噶了剑仙 终于复仇了 这几个臭小子 我说怎么喝酒的心情都没有 原来是跑去跟人拼令了 就在魔王得意大笑的同时 却没注意 插入林温天体内的清风剑颤抖了一下 一个浑厚的 让魔王恐惧的声音再次响起 是谁在打扰本仙修寂 这声音 这气势 是剑仙 曾经看你还小 一念之人放了你 想不到再次遇见 你已经是金仙了 剑 剑 剑仙饶命 捧句就对了 快跑 有多远跑多远 剑 来 剑仙 我魔族大帝苏醒之日 一将你的转身之嘎 无备修仙 转战横推九万里 一剑独占三千地 虚虚魔族大帝 一剑嘎之 是你小子 最老头 好久不见 师父和大师兄 无愧是隐士高人 你的这几个徒弟不错 加以十日 定能超越你我 喝一口再走 凌云乘风情苍穹 见仙之鸣 传万方 我呸 这假酒太难喝了 秦时明月汉时官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是龙成飞降在 不骄狐马杜音山 这首诗形容 你小子再合适不过了 这几个小子 伤得这么重 看来的费一番功夫了 纵横百合进豪情 一战千秋土壮歌 霸王龙渊 水与争 九州四海皆沉浮 好意赶霸王枪 混沌道中 我怎么闻到了烧鸡的味道 这几个臭小子终于醒了 不能让他们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不然在他们心里半点高人的气质都没有了 以后怎么跟他们要临时换酒喝 脱儿们 你们为何如此狼狈不堪啊 这不是酒鬼师傅吗 师傅你怎么来了 你们还好意思问 为师傅要是不来 你们就被人当烧得鸡嘎了 有点三脚毛红夫就嘚瑟 做人应该像为师一样 低调深藏不外露 这个青山老二 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 趁着师兄他们听师傅讲课 我把烧鸡悄悄带走 二师弟你居然敢吃毒食 五师弟一起嘎了他 诸葛囚龙 烧鸡是我的了 鸡史珍 大师兄二师兄 这一招叫螳螂补偿黄雀在后 这帮臭小子 眼里怎么只有烧鸡 师傅你怎么来了 是你嘎的神魔吗 卫师看到你们在外力链比较辛苦 特来送你们一番机缘 天歌你没事吧 站住 看你们这会往哪跑 天歌怎么办 咱们被围住了 陈妹不要害怕 有天歌在 一定护你周全 夜天 劝你乖乖束手就擒 否则等会要你们好受 诸位师兄弟 咱们修仙除了长生正道之外 还有以匡扶人间正义 除魔未到的职责 请你们回头是岸 回头是岸 修仙本是弱肉强食 将你这个灵体抓回去 获得宗门资源才能强大自己 夜天 最后问你一次 是跟我们回去 还是我们把你绑回去 陈妹 看来他们是非抓我不可了 只有跟他们拼了 只要能与天歌一起 我死也不怕 法海 很快就要到天原圣地了 师父说的 咱们走完一品宗门 就叫咱们青山宗的绝学 不知道师父会不会佛法 我还是想以佛正道 法海 师父乃隐士高人 一定会有关于佛法的绝学的 大师兄 小师第一是知道师父的绝学 都是在青山宗小镇 剪别人不要的刀板书 会不会欺图写 五师弟能不能弃兔鞋 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会倒心崩烫 大师兄 我新学的这首曲子怎么样 不错不错 听着很有大侠风范 是哪个不长眼的 空中这么空旷的地方 也能撞到人 刚才是谁撞的我 我要嘎了他 二师兄 是个美女 小师弟 那个女孩受伤了 让我来给她医治 二师弟 你想干嘛 我还不知道呢 姑娘你好 我乃雷神江浩然 修仙人称 浪里小白龙 姑娘 你怎么哭了 我可什么都没做 二师弟 你看你 把人家姑娘吓哭了 姑娘 你别饿我啊 在下晨曦 请公子救救我天歌 姑娘你别哭 有什么事情说出来 我们师兄弟出来历练 如果有不平的事 定会除强扶弱 荒扶正你 原来你的师兄被抓了 姑娘放心 我们一定会帮你救出师兄的 哼 又可以嘎人了 法海 你保护好陈姑娘 如果有人嘎她 你就直接出手 我们五人闯一闯天元生地 请几位师兄放心 我一定保护好陈姑娘 五师弟 保护人这种事情师兄 我是专业的 我留下来吧 二师弟 你什么花花肠子 我们还不清楚吗 哦 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你躲在这里 呀 救救我 哼 哼 他们要嘎了我 哼 姑娘别怕 有雷神哥哥在 没人能伤害你 就是你们要嘎成姑娘的事吗 你们是何人 这是我们天元宗的事 赶紧滚开 你教谁滚 秋掌门 时间要到了 准备开始吧 诸位弟子 听掌门令 以灵体为美不真 开启剑影魔族大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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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营魔帝大人 魔神那小子被召唤去 可有他的消息传回 回禀魔帝大人 尚无任何消息传回 难道他在那片大陆 遇到了比金仙还厉害的修者 魔帝大人 我们准备的另一计划 正在顺利实施 我魔族先锋大军 很快便可以入侵那片大陆 很好 只要能坚持到我 闭关结束即可 来者止步 太原圣地宗文势力范围 闲杂人等禁止入内 我等乃是青山宗弟子 今日特来拜山 还请通报一声 什么青山宗绿水宗 今日是我太原圣地审判大会 审判大会期间禁止外人进入 呦呵 我这暴脾气 敢瞧不起我们青山宗 我今天我还非要进去不可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拦我 在我太原圣地闹市 你们给我等着 马上就会有人来收拾你们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是何人如此大胆 敢枪闯我天原圣地 爱马 没想到这么多人 前辈我等乃青山宗弟子 青山宗难道是在生仙大会上 声明确起的青山宗 不能让他们进去 否则打乱掌门布阵了 几位小道友 今日我总在举行审判大会 暂不接待 还请改日再来 审判大会 几位师兄 他们不会是要审判我天歌师兄吧 姑娘放心 有我师兄们在 没人能审判你师兄 这是要审判宗绿人吗 这位长老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 是啊 我们几人最喜欢凑热闹了 对于太原圣地的审判大会 早已经向往许久 今日正好撞见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一赌为快 来人 布阵 禁止任何外人进入 大师兄 你不是喜欢装高人吗 给你这机会 一箭破了他们的防御阵 二师弟 还是你了解我 防御阵是吗 看我一箭破制 我有一箭 山河破罪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产生如此激烈的爆炸 回禀掌门 是青山宗的弟子 他们一箭破了咱们的护宗大阵 什么 除非圣主来了 否则怎么会有人能一箭破了咱们的护宗大阵 修掌门 看来有贵客上门 我等先伪装一下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也好 阵法已经启动 只需要等待便可 诸位魔族将士们 一旦天元宗魔狱之门打开 立刻杀出去 统治那片天地 不愧为影视宗门的弟子 居然一箭破了我宗护宗大阵 是你们的防御太弱了 连我师兄一箭 都戒不下 哦 其有此理 真当我天眼圣地无人吗 嗯 修掌门 尽快打发他们 避免耽误咱们的大事 这位前辈 我等不远万里前来拜访 恰巧碰到你们 在举办审判大会 不知道我师兄刚才展示的一箭 能否够资格进入观看 掌门 我有个建议 让他们看一眼也好 假装审判一下 再找个借口让他们离开 既然诸位小导游想看 本掌门就破裂一次 只是我们在审判时 请诸位不要多言 这毕竟是我天元圣地的家事 那就多谢丘掌门了 还以为是直接能噶尽之揪人的 这天元圣地可真总 陈姑娘 等会如果见到你师兄 却勿冲动 咱们见机行事 夜天 你七下妹上 堕入魔道 今日我便盼你入所龙台 受千刀万剐之刑 几位师兄 那锁龙台上的人 就是我天哥 快帮我救救他 姑娘别急 有我在 定保你师兄安然无恙 哥几个 我感觉不对劲 这审判大会绝对有猫腻 五十地有什么发现 这锁龙台上不知了一道真法 上面那人就是美阶 用于激活真法 原来是连接魔狱通道的阵法 几位师兄 不好 这阵法背后链接的是魔狱 天元圣地 是想要打开通往魔狱的两界通道 咱们之前在天元宗附近 遇到那些魔徒猖狂的祭祀 这天元宗不会也参与其中了吧 师弟们 这天元圣地竟然勾结魔族 随我救人 你们青山宗是想要和我天元圣地开战吗 现在退下 本掌门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你们天元圣地好大的胆子 勾结魔族 我青山宗今天踢天行刀 真道诸葛求龙 你们过分了 本掌门好心邀请你们进来 你们去污蔑本宗勾结魔道 我看勾结魔道的才是你们 天元宗厅掌门里 嘎了这些魔徒 终于可以嘎人了 这人嘎疯了 大家快跑 你们往哪跑 嘎了我宗这么多弟子 老夫去给他个教训 想上我师弟 问过我的剑没有 小师弟 咱们也上去活动活动筋骨 霸王枪 枪出如龙 掌门 剑宗绝技 速攻 天哥 我来救你了 你醒醒 陈姑娘小心 陈欣 原来是你把他们引来的 我早就说过 你这丫头是个隐患 来人啊 给我嘎了她 哼 想嘎她 得先问问我法海的佛法 陈妹 你怎么回来了 快走 这里危险 天哥 我请青山宗几个师兄帮我们 你等着 我马上放你下来 我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灵体 他们想要用我的精血神魂来打开人魔两界的通道 如今大阵已经开启 我已经没救了 师妹 你快带着那几位师兄走吧 我不 我要救你 没用的 别白费力气了 快走吧师妹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天哥 就算是赶 我也要跟你嘎在一起 大人 咱们要帮忙吗 让他们同类间相互残杀一会 咱们做山关虎斗 渔翁得利即可 掌门 想不到这群出出茅庐的小子 这么厉害 咱们失算了 师弟们 只有使用那招 将他们逼退了 请助我一臂之力 天人中确计 沧海龙烟 大师兄 你顶着 我一枪破了汤的沧海龙烟 雷神第二枪 身披雷电踏征途 手握长枪逐金龙 金龙 全给我滚 不然我就嘎了他两个 区区一品 宗门掌门 做出如此行径 真是丢人现眼 退不退 不退我就让他们全嘎在这里 各位师兄不用管我 先救天歌 这阵法 需要灵体作为媒介来运转 你要是嘎了他们 怎么和你背后的人交代 你们别逼我 再逼我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大师兄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把通道关闭 不然等到魔族入侵 大陆恐怕要生灵涂炭了 明白了 这就交给我吧 一剑嘎了他 你们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 到底退不退 若是再不做出决定 别怪我嘎了他们 让你嘎之前 看一眼剑仙的剑 又不枉你此身修行 一剑风雪送神魔 青山宗的人把掌门长老们全嘎了 大家快跑啊 大人 那个剑修居然能一剑秒了丘掌门 咱们怎么办 一群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误了我魔族大士 咱们不是他的对手 见机行事 天歌 掌门被赶了 你很快就能得救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打雷了 我没有装逼啊 二师兄 他来阵法 已经吸收了夜天灵体 大半的本源 空间通道就快成行了 在这关键时刻 五师弟那个变态 又跑哪去了 系统可有办法 关闭通道 系统提示 想要关闭 只有一个办法 我明白了 大师兄 要关闭这个通道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找一位 阴年阴月 阴日阴时出生的天音之女 自愿奉上精血神魂 与灵体精血 一起融入阵法中 方可阻止阵法运转 这么复杂 江流二 这一时半会 该去拿找天音之女 就算找到了 人家也不愿意 自我奉献啊 诸位师兄 我就是天音之女 我愿意阻止通道行程 陈姑娘 怪不得那天 元圣帝要连你一起抓走 原来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天哥 我说过了 我会救你出来 我说到做到 带你脱困后 便忘了我吧 找一个好姑娘 好好过生活 不 晨曦 我不准你牺牲自己 各位师兄 求求你们了 你们帮我拦住晨曦吧 大师兄 我们该怎么办 小师弟 我也不知道 小师弟 这是晨曦姑娘自己的选择 我们就算拦下了 她日后也会一辈子 活在痛苦之中 成全她吧 求求你们了 晨曦 我不准你牺牲自己 否则我也不活了 天哥 你要带着我的梦 继续活下去 要记得 在你生命中 曾有一个人 为了你 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 天哥 咱们来世再续情缘 不 晨曦 不要离开我 你好 我叫叶天 白天不懂黑夜的天 你这人说话真道 我叫陈希 陈希 很高兴认识你 杀神大人饶命啊 饶了我们吧 我们也只是厅长门令 你们与魔族勾结 作恶多端 维霍师监 我诸葛星今天踢天行刀 让你们感受一下包扎的遗数 帮 老天爷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要给我所谓的灵体 这位师弟 这一切都是陈希姑娘的决定 你好好活下去吧 不要辜负她了 可惜了一个好姑娘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样的爱情 二师弟 你这辈子就别想了 严师座对弹琴吹举还差不多 天道在上 我夜天对天起誓 我愿入畜生道轮回百世 只求天道换尘息轮回之机 这是怎么了 难道天道答应了 天道不答应 我们魔道答应了 灵体归我们魔族了 当四周之地皆是我足魔兵 你们就颤抖吧 大师兄 这可怎么办 小师弟 事已至此 咱们已经建立了 至于魔族入侵的事 他们形势隐蔽 咱们目前没有好的办法 小师弟 九大一品宗门师兄们 带你玩一遍了 咱们回青山宗找师傅喝酒吧 几位师兄 武师兄一直没回来 不会搭了吧 武师弟 你在傻笑什么 让你们感受一下包扎的遗书 帮 武师弟你这个坑货 掌门 这天元圣地怎么全嘎了 应该是青山宗那几个小子所为 咱们来晚了一步 没想到尹是宗门这么强 竟然能一举干了整个宗门 这样也好 咱们顺势低调的接收 天元圣地的附属势力 另外将天元宗勾结魔族 青山宗除魔未到的事情 一并传出去 金尊掌门之命 也不知道那几个浑小子们现在怎么样 没有我这个师傅在 一定混得很惨吧 好久不见 原来你躲在这 若不是空间通道开启 还真不好找你 废话那么多干嘛 直接嘎了他 嘎我 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别藏了 全都出来吧 今天就一并解决了你们 这次来的人还真有点多 我有一剑 剑名无量天罡 三十三重天 披山 比投铁是吗 来啊 都那么久就这点本事吗 放马过来 万战连连连合级 终于要回来了 合体的时间到了 混沌 混沌岛中 大梦春秋 震 正好将你们一并解决了 来佛 猴哥这是怎么了 旺财 旺财 猴哥这是在肚解 肚解 他都没有修炼 平时就跟咱们烧金螺鱼 怎么就在肚解了 这你都不知道吗 斗战圣元一族 在修真界中体质 极为特殊 真仙之前 他不需要怎么修炼 就能迟达大成七 进入真仙之后 他只有一条路 就是以战正道 上击九天 下击九幽 曾经有一位斗战圣皇 乃万族的最高战力 这就是强大的力量 恭喜小刀 有领悟了龙象之力 两位前辈 我已经学会了龙象之力 不知什么时候能下山 小子 你既然已经学完了 现在只要你能击败我俩 就能下山了 那晚辈就得罪了 苍龙霸体诀 龙象之力 龙之力 象之力 姑娘 我宗倾尽全力 已将所有草药备齐 多谢前辈 晚辈要到高处炼丹 还请前辈为我护法 姑娘客气了 同为丹修 能关雾姑娘 以天地为炉炼 爵士丹药 也不枉老夫此生对丹道的追求 前辈谬赞了 朱天造化 日月精华 五味仙草开花 五行奇物融合 烈火乾坤 名气为雨 这里就是圣女所在的宗门吗 真是落魄 简直不能和我们的仙界相比 两位师兄小心 此宗门有隐士高人 我都不是她的对手 圣女在此地修行 完全就是在浪费她的天赋 今天我们会把她带走 隐士高人敢阻拦泽嘎了 石瓜三剑客 你没有没有大师兄他们的最新消息 旺财 你真是有福 我们才刚打听的大瓜 先说给你听 大师兄他们嘎了整个天元圣地 阻止了魔族的入侵 隐士高人可在 出来一件 你们是谁 隐士高人可在 旺财 大师兄你过分了 说好一人扛一个石头回去装逼的 你怎么两个都要 给我一个 二师弟 要是没有师兄我 你们早都不知道 被人嘎几百回了 这是怎么回事 好好的怎么打雷了 二师弟都叫你别给我抢了 连天雷都看不过去 大师兄不是我 是他们三个变态 什么 幽度节 你们是何人 为何来我们青山宗捣乱 谁是叶洛西 不知道前辈找叶师妹何事 带他离开此界 带他离开 你们是谁 我们来自仙界 此攀来就为接他回去 还是乖乖的让他出来 否则我们就自己动手了 要带我师姐走 先问过我 我师妹受伤未遇 不能跟你们走 还有 你们把来扶他们伤成这样 现在跑还来得及 等会师父回来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师父就是你们背后的 隐尸高人吧 请前辈出来一站 你们师父看来是躲起来了 猴哥 救命 是谁在接我青山宗 是岸大圣尼吧 有本大圣在 谁敢接我青山宗 想不到一个破落的山门 居然有一只圣人 圣元一族不愧为万族之体 居然还能站起来 可惜你实力太弱了 如果是斗战圣佛来 还值得一站 纵使鲜血染尘埃 告示强敌霸气城 三十三重天 化龙 一起出手 揪下狂刀天尊 剑气纵横荡妖魔 岂容他人足我行 老夫要嘎的人 你们谁能救得了 三十三重天 雷霆万军 他被狂刀的神魂炸伤了 大家一起上 万人不敌我自狂 诸天先帝 接折腰 恭喜姑娘 结丹成功 老夫有幸得 见天地围炉炼制神丹 不枉此生意 掌门客气了 不过我对上古丹书的参悟 还不是特别成熟 所以此丹 只能短暂提升三倍修为 姑娘真是谦虚了 掌门 晚辈出来已有十日 这就回宗门了 这一颗神丹就送予你 多谢姑娘 晚辈告辞 青山宗果真影视宗门 草红霸体诀 龙象之力 前辈你们输了 小子 恭喜你学有所成 望你能早日到达 杜劫西城就真仙 多亏两位前辈的悉心教导 晚辈才有机会 洗得神功 小子多加努力 未来可期 多谢前辈 晚辈告辞 圣元不过如此 叫你们打败我的师弟的高人出来 我会遗会他 降龙师兄 咱们是来接圣女的 把他们宗门的人打伤 似乎不太妥 放心吧 陪他们玩玩 让他们知道咱们仙界的可怕 只有武力才能让人屈服 大圣永不败 再来 既然你们背后之人不想出来 也没什么好玩的了 一招嘎了你 腰法大圣护体 仙法 仙路沾花也 这体质有意思 居然能保你一命 我可以 哼 你敢侮辱我 乖乖把圣女交出来吧 不要让我自己去拿人 要带走小师妹 先过我这关 就你 我只需一个手指头 离问天 快回来 这两个窝龙风厨 连坡石头也强 有人来了 一群弱者而已 大师兄 再跟我抢物到杯 就把你垫成烤鸡 我就知道我的一中人 会在我最危险的时候出现 这不是婉婉的声音吗 婉婉 我回来了 离问天 我要你嘎了他 江流儿 你快救救猴哥 猴哥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 是他们 他们要带走叶师姐 秦夕 别怕 你先把猴哥带下去 我去搭了他们 师弟们 死贼 不仅把猴哥嘎了 还要抢走叶师妹 你们答应吗 不答应 青山中 一定跟我们的手 嘎了他 口号喊得这么响 本先就陪你们玩玩 帮忙 我有一箭从天而降 大师兄 我来帮你 把王枪震天动地 佛道 金刚扶摩拳 降龙师兄 咱们下去帮忙嘛 别担心 他们那点实力 根本伤不了降虎 就这点威力嘛 小石丁 一起上 真道 六阶影文真 哼 有意思 那本仙就认真陪你们玩一下 让你们体验体验 来自金仙的绝对碾压 真道 五重罗生门 暗夜天尊 趁现在搭了他 暗夜领域 三千浮屠 灭是一击 怎么样 被嘎的滋味 是不是很狠爽 一般般 想不到你小子现在变得这么强 弱爆了 简直不堪一击 不过你们能活下来 体质也算不错 敢打我师弟 我嘎了你 我有一件山河破碎 我嘎我师兄 我嘎了你 佛道 金刚神掌 小小佛道 也想嘎我 仙法 碎猴锁 法海 几个下界的蝼蚁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如此不堪一击 也敢阻拦我来接人 若非看在你们和圣女同盟的份上 本仙一招便足以灭杀了你们的神魂 青山宗 死战不退 都伤成这样了 还要来战 勇气可加 那本仙变成全你们 仙法 仙王降临 谁敢欺我青山宗 苍龙霸体诀 苍龙守护 这仙法果然霸道 又来一个体质逆天的小子 你们这宗门挺有意思 哼 你搞我师兄们 我要为他们报仇 就凭你 苍龙霸体诀 龙之力 这功法好霸道 居然能把俯虎师兄打飞 仙龙霸体诀 向之力 不错不错 让我稍微有点感觉了 不过要是想阻止我们 这点修为恐怕还不够 能不能和做不做是两码事 我青山宗不可辱 我青山宗弟子不可欺 仙龙霸体诀 龙战无烈 你嘎我一只手臂 我要加倍奉还你 哼 加倍奉还 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绝望 三十三重天 绝望 你上当了 以我一人换你入阵 值了 清山老二再见了 这大阵砖为嘎你 是谁要嘎的老二 温顿到终 我会去 我会去 玩玩师姐 这是怎么回事 猴哥和师兄们怎么都受伤了 红雪你回来了 这些人想带走夜师妹 我们不让 他们就把人打伤了 师父也不知道去哪了 师姐别着急 刚好我练制出了古单书上的神单 我来助师兄他们一臂之力 终于毒倒下了 既然你们不交出圣女 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放开我的小师妹 阴阳乾坤 天地为炉 这是天地神炉 你们这宗门真是让人意外 洛世姐 你回来了 小师妹 你苏醒不久 身体比较虚弱 多多休息 这里交给师姐们 青山宗男人倒下了 还有青山宗的女人 师妹们 青山宗死战不退 郭早 玩玩后退 问天 你怎么这么傻 我林问天 身为青山宗大师兄 既不能让我的女人受到伤害 也不会让我的师妹们受到伤害 各位师兄弟 我通过古丹书炼制出了一种丹药 不下后可获得一柱箱内的战力加持 但是副作用极大 你们要挺住 阴阳乾坤 天地神炉 电 好强大的力量 这一次我不会摆 那女子给他们吃了什么药 怎么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师弟们一住乡内嘎了的 青山宗死战不退 有意思 值得一战 想带走我师妹 先问过我的剑 剑宗绝技 速攻 他们突然变强了 咱们上 帝王印第四层 开 开 一剑开 沉走龙舍 雷神第一枪 穷极 本仙嘎了你们 仙法碧海潮升绝 苍龙霸体诀 龙巷之力 龙鹰九孝 大圣七十二变 金龙暴席 仙法幻影时光 三十三重天 披杀 大威天龙 大罗巴咒 中国沙争气 弯方皆虚无 不错不错 虽然是几人联手 但是和我们在交手中 也不落下风 放到仙界中去 也是不折不扣的天骄 不过你们伤我道体 必须全嘎了 住手 你们若是赶了我师兄们 今日我便死在这里 放他们一命 我和你们走 六师妹 别答应他们 大师兄还能战 你们要效 时间已经到 拿什么和我继续战 小师妹 不要跟他们走 各位师兄师姐们 感谢你们 为了我死战不退 我也很舍不得你们 但我不能让你们 再受到伤害 而且我也想去了解 更多关于我父母的事 小师妹 终有一天 师兄会去鲜鱼找你 小师妹 无备修仙 举头三尺有神明 掌心三寸是人间 此行 师兄送你一曲 小师妹 小师妹 咱们虽然分开 但永远是一家人 下次师兄 一定能保护你 小师姐 我会更加努力修炼 到时候 去鲜鱼接你回来 小师姐 法海才回来 你就要走了 都怪法海师弟 修为太差 小师姐 猴哥会想你的 小师妹 受了委屈就回来 咱们青山宗 给你做主 小师妹 师姐舍不得你离开 圣女 该走了 师兄姐们 再见 妖人 若是敢欺负我师妹 我诸葛星 第一人一针吐了你们宗门 小子 说大话 是需要有与之匹配的实力 等你们上了仙狱 再吹大牛 艾玛 疼死老子了 好久没见到这几个小子了 咱们实力一下生了这么多 徒儿们 维师回来了 你这个糟老头子 打架的时候 你不在 人家都把小师妹带走了 你才回来 咱们才回来 就给威师行 这么大的点 真是我的好托儿 糟老头子 让你感受一下包扎的医书 恭喜魔帝出关 上次祭祀活动失败了吗 是的 不过我们抢回了一个灵体 没用的废物 立刻召回十大地狱使者 并邀请其他魔帝 本尊有要事与他们商量 区区几个天尊 就把你打得如此凄惨 看来你是来着摸鱼的呀 老子一打九 尬了他们三个 你试试 试试就试试 道法三千 道尊法下 怎么回事 一下出了三个青山道人 你们这是孪生兄弟吗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跟你们一样 是来噶他们的 怎么这么强 我明白了 他们三个是同一个人 他修炼的是 道门至高无上的功法 一气化三清 一气化三清 在修炼过程中 通过回归三清 融入天地人三清之道 达到与宇宙之道的完全相容 就是踏到超越尘世 最终体悟宇宙之道的目的 不能让他们融合了 现在才反应过来 完了 阻止我们 也得看看你们 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道法三千 唯我独尊 混沌道中阵 红雀天尊 你想大阵嘎我 那今日 我便以大阵嘎你 先天钢气阵 绞杀 青山道人 你会为自己的猖狂付出代价的 天到来了 我都不怕 你们算什么 三十三重天 纪念 还愣着什么 出手啊 难不成要等那牛鼻子老道人 将无等一个一个嘎掉吗 这青山道人 怎么变得如此恐怖 不行他不可敌 我们得赶紧溜 毛夫说过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道尊求天掌 一掌求天地 二掌碎山河 三掌灭生灵 人压 能嘎在我的求天掌下 你们也不枉此生修行了 我有一壶酒 取自明河底 灌入天河下 最倒众仙地 玩够了吗 看看这强大的力量 你就不想回归吗 不堪一击 刀疤小弟 今天我就将你收回 这个老二 摸鱼都能睡着 五师弟嘎了他 是谁打的我 你们几个坑呼 师傅 你刚梦到了什么 又哭又笑的 没什么 刚才梦到和一个老朋友打架 师傅 你打赢了吗 不能让小徒弟看不起了 以后还要指望他吃香喝辣的呢 小徒弟 为师给你说说 把他胖揍了一顿的故事 阿师兄 这个老酒鬼又开始在小师弟面前吹牛了 三师弟 看他样子 估计没几年就入土为安了 让他装一装也好 师傅 六师妹被仙玉来的人给带走了 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 你带我们杀进仙玉吧 不行 才跟刀疤打了一架 伤有点重 青山老大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时候不适合打架 再想个办法拖延一下 托儿们 你们放心吧 老六他短时间内没有什么事 不过以你们现在的实力 去了还是挨揍 师傅 你的意思是你要传授我们绝绝 让我们亲自去打败他们吗 非也非也 等你们修炼到能从对方手里抢人的地步 为师再带你们去 那师傅你的意思是 这些阵势 你们拿着 随身带在身上 等到气息与气相连相同时 为师便带上你们 前往仙玉接会老六 师傅 快教我们 大梦千秋绝 千秋蝶梦 这帮小子实力提升的太过迅速 正好借此机会让他们修修心 可以安静的吃烧鸡喝假酒了 兔儿们只要连床九关 便可和石头的气息连接融为一体 江牛儿 此乃入梦第一关 作为小徒弟 你便来做这第一个闯关人 你师兄们能否醒来 全看你能不能通过这一关了 师傅 我应该怎么做 窥问本心 方知本相 已去问问你的心 为何修道 问自己的心 这该怎么问啊 师傅你也没教过我啊 我坐下精心自问一下 不行 完全没感觉 可真是急死我了 为了六师姐 我必须要通过这一关 放弃吧 放弃师傅就放我们出去吧 毕竟六师姐关系 和我们也不算亲近 何必为了她付出那么多 哼 不行 大师兄说过 我青山东弟子都是一家人 六师姐就是我姐姐 姐姐有难 我这当弟弟的 怎么能袖手狂观 愚蠢 为了区区一个不太熟的师姐 何必把自己搞到这般境地 你就算不想想你 你也得想想大师兄二师兄他们吧 他们可害 等着你把他们带出去 你难不成 要让他们在这里沉睡一辈子 少在这里谣言祸众 我若是放弃 那才是对不起六师姐 对不起各位师兄们 我青山东人 从来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剑宗绝技速攻 剑宗绝技速攻 迂腐 你会的我也会 更何况 我只是一团虚异 你又如何能伤我 伤不了你 那我便伤了我自己 用伤害自己威胁心魔吗 倒是个新奇的通关思路 将有这孩子善良单纯 是真把青山东 看作是自己家 把师兄师姐 看作是自己家人 就是这解决手段 有点极端 得需要好好磨练磨练 小师弟 你怎么受伤了 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大师兄 我没事 调戏天克即可 大师兄 咱们不是在摸鱼吗 怎么传到这了 二师弟 师父 一定是为了吃那只烧鸡 把咱们传走了 那老头 什么不要脸的事 都干得住 真香 真好吃 这不靠谱的师父 等我回去了 一定让他感受包扎的遗书 五师弟 你这个坑货 发什么神经 师父又不在这 都醒来了 小子们 你们现在 是在入梦第一关 闯过去了 为师就考虑 带你们去仙玉玩玩 那里可是很多 漂亮的仙女哦 仙女 我将浩然要定了 大师兄 我没事了 我们现在去第二关吧 师兄们 你们快看 前面有一块石碑 我看看 上面写着杀性失恋 这第二关师父 指明了 让五师弟来闯 五师弟看你的了 这老酒鬼 什么时候也学会不真了 五师兄杀性极重 就是不知道 师父给他设置的关卡 会是什么 大师兄 我和你压一只烧鸡 我猜师父 一定会让五师弟嘎人 激发他的杀性 废话 你能想到的师兄 我会想不到 我猜师父 应该是 想要让五师弟 改掉他随时随地 都想嘎人的心性吧 有可能 无被修行之人 及其看中心境 五师弟若是这样下去 很大可能 会被自己的杀性控制 最终沦落成 整日嘎人的大魔头 师父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为师此星 特别来看 你们闯关的表现如何 朱葛星 我死得好惨啊 你嘎人成性 老天不会放过你的 朱葛星 你嘎我满门 今日五等便嘎了你 让你下来陪我 朱葛星 尝命吧 雕虫小鸡 果然还是师父懂我 嘎了一遍的人 还能让我再嘎一遍 实在是太幸福了 这就是嘎人的快感 真是让人愉悦啊 这小子杀性那么重 这样下去 若是被杀性控制 该如何是好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哥哥 你能帮帮我吗 我找不到妈妈了 哥哥 你别这样 我害怕 都是假的 看我不嘎了你 这臭小子 真想下去嘎了他 妈妈 我要妈妈 小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把一小姑娘 给带进来了 哥哥别吃我 灵儿不好吃 灵儿别怕 哥哥不吃人 你跟哥哥走吧 哥哥带你去找妈妈 谢谢哥哥 哥哥真是的好人 好人了吗 或许吧 还是第一次有人拿好人形容我 走吧 哥哥带你出去 小女孩化作一条冰心镯 落入诸葛星手腕上 这是什么东西 诸葛星词物名为冰心镯 可有效压制你心中过程的嘎性 防止你被嘎性控制 切记不可随意把他摘下来 哼 多些师父赐宝 既然嘎性锅中 那我诸葛星编走自己的路 以嘎正刀 这臭小子 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和他两个师兄都不在了 谁来压制他 五师弟出来了 五师弟 这一关怎么样 二师兄 顺利通过了 五师弟不赖吗 没让师兄失望 大师兄 我们现在前往下一关吧 五师兄 是不是受什么打击了 不知道 不过五师兄不愿意说 我们也别勉强他 跟着闯下一关吧 这石碑上说 需要咱们三人 嘎了一条真先实力的苍龙 既然如此 那咱们一起上吧 三位师兄加油 两位师弟 小师弟在这 你们可别给我丢脸了 爱马 酒鬼师傅 对咱们是真不客气 这苍龙这么厉害 大师兄 别废话了 嘎了他 剑宗绝技 做工 霸王枪震天动地 苍龙霸体爵 龙象之烈 两位师弟 出大招一起嘎了他 一剑开始 沉走龙舍 苍龙霸体爵 龙象之烈 龙影九效 雷神第二枪 金龙 灭畜 让你再吃一记大招 五雷之力 雷霆刑法 徒儿们 恭喜你们 何力击败这条苍龙 为师奖励 你们美人 一丝真龙仙力 在最强一击中 灌注真龙仙力 可使出真仙一击 毁天灭地 师父 你怎么把五师兄给打包了 哼 这臭小子 天生一股 本想帮他压制力气 他倒好 把我的精确法宝给毁了 留不得 师父 你不是打算把五师兄赶了吧 那倒不会 不过为师的出了这口恶气 猴哥 你带着旺财他们下山一趟 把这臭小子拿去换点假酒回来 地子遵命 猴哥 等等我们 小苍龙 乖乏乖 乖乖乖沉腹 不让嘎了你 二师兄 你别偷懒啊 用点力 别让他跑啊 艾玛 这涅楚 还不服气呢 大师兄 你们在干嘛 小师弟 你们来了 快来帮忙 这头苍龙 刚才输给我们 这回想跑 被我们抓住了 三位师兄 无愧是隐士高人 不仅能嘎九天神皇 就连真龙 也不是师兄们的对手 师弟佩服 小师弟 这都是小意思 大师兄 我来帮你们 居实群阵 五师弟 你这个坑货 师兄们 真龙要跑了 真到诸葛囚龙 我来收服他 苍龙霸体诀 苍龙吞噬 恭喜三师兄 收获一条苍龙 你们几个臭小子 为师好不容易抓到的苍龙 就这样给你们尬了 还不去闯关 在这里摸什么鱼呢 爱马 师父生气了 大家怀抱 大师兄 等等我 此三人鱼狗不得入内 旺财 你看这三个人 是师父他们吗 看着很像 不过他们没有师父帅 你们在那里干嘛 老板 买酒 你们三个小家伙是哪里来的 之前没见过你呢 我们是青山宗的弟子 平时都在山上吃烧鸡 今天特意下来 帮师父买两斤假酒 青山宗 你们是青山宗的弟子 你们师父回来了吗 回来了 掌柜的 我们没有零食 师父说拿这个师兄给你换酒 这个青山宗老二 在我这里欠了那么多零食 现在居然把弟子卖了换酒喝 这回不能让他跑了 回去告诉你们师父 要喝假酒自己来去 如果不来 我就把你们师兄嘎了 你敢打我 我干了你 猴哥 不能暴怒 二师兄说了 在山下要与人为善 猴哥 咱们回去找师父 大师兄 你会不会带路 没看见那个大个石头吗 带着我就拼命往上撞 二师弟 你自己不看着点 还怪我一个带路的 你们两个窝龙风厨 能不能认真点 咱们赶快闯关结束 出去找酒鬼师父酸张 连闯了四关 这里是倒数第二关 师杯上说 让伐海进去历练 伐海加油 伐海 师兄们能不能出去摸鱼 揪开你的本事了 请各位师兄放心 我一定能顺利通过的 伐海 你身为佛门弟子 却败入道家玄门 弃佛入道 你可知错 哼 前辈 伐海自小被师父收留 随师父修行佛法普度众生 并未犯错 却被逐出佛门 敢问前辈 伐海何错之友 明顽不灵 我佛慈悲 给你悔改顿悟之机 诚心悔过 头好疼 感觉要爆了 不要念了 伐海这是怎么了 应该是被那个 突鱼念经影响到了 伐海 再问你最后一句 你可愿祈祷归佛 是佛门先将我开除的 青山宗不仅帮我驱除魔性 还给了我一个立命安身之所 我不会放弃青山宗的师兄们 明顽不灵 那本尊就将你的道玄之心给净化了 这帮臭驴 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总想着把人度化了 惹恼了老子 老子再来一次大闹临山胜地 大师兄 怎么办 那突驴要将伐海的道玄之心净化了 小师弟别急 带师兄一箭破开 没想到这酒鬼师傅的阵法这么厉害 连问天 就你那三脚猫功夫 也想破开为师的阵法 还是多练练吧 师傅 伐海如果被净化道玄之心 会再次离开咱们吗 虽然是为师给你们设置的入梦试炼 但是如果道心不稳或被净化 现实中一样会发生 伐海能否挺过去 还得看待自己 师傅如何破解 除了伐海自己坚定道心之外 如果有更高深的佛法 让伐海领悟 也能让伐海以佛法压制那些突驴 嗯 更高深的佛法 系统系统 请将大乘佛法编转成书 系统将扣除十点物性质 将大乘佛法编转成书 伐海 伐海 你试试参悟这部书里的内容 伐海 伐海 坚持本心 师傅 师傅 真的是你吗 师傅 我好想你 伐海 坚持本心 做你自己 师傅 师傅 这孩子 对的师傅真是执念 坚持本心 做我自己 我道极佛道 我心极佛心 伐海 你已堕入魔道 当受刑罚 道也好 佛也罢 万般因果 尽归无身 我乃世间唯一大成真佛 般若波罗蜜 破除佛杖 孽障 在无等面前 敢自称大成真佛 大力金刚掌 法海 实地好霸气 要自称一佛 创一派教义 力教称祖 又捡到宝了 当年跟佛尊大战 嘎了其中一缕真魂 没想到 无心插流流成鹰 法海他日若是自称一派 力教称祖 估计能把如来他们气得嘎嘎叫 没想到这一世 使出了法海的道心 师傅 你笑什么 旺财 你们回来了 假酒带来了吗 师傅 假酒没了 掌柜不仅把我们打了一顿 还把武师兄扣下了 他还说 你想喝假酒 就下山还钱 否则就把武师兄搭了 哎呀 忘了我在山下欠了一屁股债 旺财 你身上有零食吗 师傅 我肚子疼 先走了 怎么听到借钱就跑了 猴哥 来一副 完了 完大了 他们要是醒来发现 猪可星被卖了 会不会嘎了我 法海 恭喜你顺利通关 法海 这次你可是牛大发了 原来你的刀心 是要自成衣服 厉教称祖 法海能稳定道心 全能仰仗几位师兄 特别是江流 谢谢你提供的那本书籍 法海客气了 明确的道心 咱们就接着去闯一下关吧 拜见先尊 圣女已经带到 叶洛西拜见前辈 和你母亲很像 前辈 能和我说说我父母的事吗 掌门 听说你把圣女找回来了 怎么 你有意见吗 当年他母亲 随夜临天私奔时 就失去了圣女的身份 他的女儿 凭什么在做圣女 你别忘了 他母亲可是守护了 一起通道 那又如何 圣女应该由长老会通过 能否做圣女 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我跟你师尊说话 轮不到你这个小辈插嘴 再啰嗦 我就嘎了你 够了 本尊自有安排 轮不到你插手 母帝 你照管我等前来 有何有事 我抓到了人族的一个灵体 咱们入侵人族只可待 请各位着手准备召集大军 咱们杀回去 这第九关需要我们按照师父留下的阵图 在合适的时机变换合适的位置 五十弟 我们几个钟就你精修阵法 这一关就交给你来安排了 各几个芳心 保证完成任务 五十弟 可别坑我嘛 不然嘎了你 诸位师兄 我诸葛行对天发誓 从不坑队友 五十弟 我怎么感觉背后发凉 大家不要害怕 这是个意外 小十弟 你站在坎位 师弟收到 大师兄 你站在前位 二师兄 你站在坎位 三师兄 你站在里位 法海师弟 你站在坎位 五师兄 那剩下的两个位置怎么办 大师兄 二师兄 用你们的法宝代替 直接插入对位和勋位 大家准备准备好 我马上激活 蒸发了 元气自天地 灵气居旋消 真气 五十弟 我就知道你不靠谱 师兄们再给我一个机会 二十弟 嘎了他 是谁唤醒了本尊 这是什么东西 还挺漂亮的 这阵法 既然召唤出了上古凶兽 师父这是要让我们击败他吗 两位师兄别打了 有漂亮姐姐出来了 美女你好 我叫江浩然 修签人称浪里小白龙 师弟们 快就二师弟这个二货 我有一件山河获罪 卑劣的小虫子也敢对本尊出手 不对 我得修为怎么变得只有针线水平了 你这美女长得这么漂亮 居然敢吃我 把王枪枪出如龙 奇怪 这怪兽的修为境界 怎么忽高忽低的 小石滴你上 让我看看我得猜测对不对 那就看我一见 区区楼蚁 也敢对本尊出手 看我不吃了你 不对 吴的修为怎么又下降了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遮阳兽受到针法影响 修为受到限制 与谁都是五五开 既然如此那边好罢了 我有一件 从天而降 这针法能把本尊修为压到同间吗 倒是玄妙 不过若是以为这样就能击败本尊 那也未免太小看本尊了 妖兽 让你尝尝清风剑 披山震腰斩磨屠仙的威力 什么 你说你手上的是清风剑 一剑开 沉走龙蛇 本尊恨啊 好不容易脱捆 既然遇到剑仙之剑 本尊不甘心 师傅 你怎么在这 恭喜你们顺利通过入梦试炼 你们成长的速度 让本尊很是惊喜 师傅 既然我们通过了 有没有什么奖励 那是自然 林文天 江流 本尊送你们一剑 三十三重天 雷霆万军 多谢师傅 江浩然 本尊曾经跟枪剑一战中 误了他的一枪 现在送你 把王枪舞动乾坤 师傅 你这舞动乾坤 不会是盗版的吧 端木雄 本尊助你 将苍龙先利与龙象之力 完美融合 多谢师傅 诸可兴 本尊送你一套 先天钢气阵 炼至大成 可诸天尊 法海 以弃佛入道 又正心明道 自成一佛 将来必定引起佛尊注意 本尊送你 道尊求天长 我们怎么在这儿 武师弟和师傅呢 师傅肯定又躲哪喝酒去了 咱们找他算账去 你小子在笑什么 我怎么在这里 你师傅欠了我的酒钱 把你抵押给我了 等着他拿钱来赎你吧 这个青山老二 简直比我还坑 艾玛 这里怎么这么多人 婉婉 你怎么在这里 师傅呢 问天 你们醒来了 师傅在下面呢 青山宗老二 你欠我们的酒钱 什么时候还 各位父老乡亲 最近手头紧 能不能再宽限几日 青山老二 你都欠我们大半辈子了 老夫我半截身子都快埋下土了 你要是不给 我就把你的青山宗烧了 诸位再等等 龙老夫想想办法 问天 你有没有零食 师傅 我都比脸还干净 你问问江浩然吧 他外面可是挣了不少 浩然 解为十点零食 先过了这关 要不咱们青山宗要被人家烧了 师傅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是吗 那为师就亲自检查一下 发财了 发财了 师傅 小心笑掉大牙 老夫无债一身轻 笑一笑都不可以啊 倒是你们几个臭小子 听吃瓜三剑客说 你们在外面可是混得风生水起 师傅 走过了九大一品宗门 才知道师兄们是有多厉害 江浩 为师跟你说过了 咱们青山宗是饮食宗门 之所以偏军异鱼 就是看不上九大一品宗门 师傅 你把五师弟弄哪去了 哼 那小子有腻骨 刘不得 我拿去换家酒了 艾玛 你这个老东西 能不能靠点谱 好然别生气 再拿点零食出来 咱们把祝贺兴赎回来就是了 问天 听江浩然说 你在外面可是遇到不少美女 婉婉 你别听二师弟胡说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 婉婉 那我证明给你看 五师弟 我们来救你了 青山老二 好久不见 怎么是你 青山老二 你往哪跑 师傅怎么一见面就跑了 江流二 肯定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青山老二 你还我家娘 不就喝了你一瓶假酒而已 至于这么追着我吗 本先花了多少心思 耗费了多少天才地方 才酿制出的爵士神酿 一口都没喝 就被你嘎了 本尊当时是在帮你试酒吗 不要这么小气 要么还酒 要么还钱 要么当我酿酒的药材 你选一个 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抓到我了 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妙 抓不到你 我找你徒弟去 灵体可准备好了 并魔帝大人 灵体已放入大阵之中 不出几日 两余通道便会打开 此方大陆人灵地结 被人族占据了那么多年 是时候该我魔族来掌控加快速度 属下收到 圣主已经查明 天元宗确实勾结魔族 不过被青山宗给镇压了 青山宗 那日令我等抬不起头的前辈会不会出自那个宗门 圣主 看来魔族有异动了 我们要提前准备了 不然此方世界将万劫不复 不要害怕 我相信此方世界有高人在 我们做好自己即可 人定圣天 怎么突然惊雷炸起 是我的成仙节到了 恭喜圣主 贺喜圣主 这是成仙节 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能够接成仙 三师兄 你们快放我下来 你想救人 您师父在我这欠了许多酒钱 现在还不知道跑哪去 想要人就拿零食来 否则我就嘎了他 赶上我师弟 是我一拳 苍龙霸体诀 向之力 雕虫小剑 爱马 这么厉害 霸王枪 枪出颅笼 剑钢符魔拳 想不到青山老二只只贼老鼠 倒是养出了几条乾龙 好强的威压 帝王霸气 还有个拥有帝王霸气的 真是难得 不过你们还是太弱了 这老头实力太恐怖了 应该跟师父一样 也是个隐士高人 把你们嘎了 看你师父来不来救你们 前辈 住手 这是零食 我师父欠你多少 我们来还 那老酒鬼肯定很快会上山来追债 得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躲起来 饮食喝酒作对 师父 师父 你沾这么高干嘛 是要外出吗 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是跑路了 黄雪 要是看到你几个师兄 就跟他们说 师父外出远游一趟 远游 师父你去拿远游 行到山清水秀处 坐看云起潮落时 天地逍遥任军游 师父 装高人会被雷劈的 黄雪放心 师父真的是隐士高人 青山老二 你往哪里跑 晚晚 咱们是不是该吃点东西了 问天 咱们这么久没见 我有很多话 要和你说 那老头也太狠了吧 哪来的 以前在青山小镇没见过他呀 法海 咱们养好伤之后 就去找他报仇 我要用大针噶了他 五师弟 要挨揍你挨揍去 我才不想再见到 那个老头 被他打还要给他零食 隔几个 这是怎么了 怎么如此应勿不凡 大师兄 我们在小镇上 被人揍了 小师弟 是谁揍的你们 师兄帮你们报仇去 大师兄 那人太厉害了 估计跟师父一样 也是隐士高人 小师弟 没事没事 师兄是掩饰见仙 不会像你们被揍的 跟猪头一样的 号外号外最新大瓜 太初盛会即将召开 太初盛会 大师兄 咱们可以去参加 太初盛会吗 我还没跟晚晚相处够呢 这时候不能出去 小师弟 要下山的 等师父同意 大师兄 四师妹说 师父出去云游了 猴年马月 才能见到他呢 三师兄 那老头哪里是云游 肯定又是被人追着妖斋 跑路了 大师兄 咱们下山去吧 山下那么多漂亮的仙女 都等着咱们吟诗作对呢 距离太初 社会开启还有半个月 离我们此地甚远 现在出发还来得及 我烧鸡还没烤好呢 大师兄 修奸之人要注意心性 岂能为了一只烧鸡 耽误了我被修士求道之心 慧禀已经推演 那日干了我青龙洲佛门之人 乃诸葛家的人 青龙洲诸葛家 这是不把我佛门放在眼里啊 虽说我佛门之人以慈悲为怀 但是烂嘎无辜者 必须诛之 降龙金刚 扶虎金刚 我等在 你俩代表我先借佛门 前往诸葛家降妖除魔 弟子收到 切记 此战当让下戒之人知道 我佛门不可辱 师弟们 这一次要像上次比试一样 让我们青山宗扬名天下 这次可是咱们青山宗男团齐聚 当我诸葛行政 统统噶了 各位师兄弟 我擅长练丹 比斗之事 就交给几位师兄师弟了 师姐请放心 小师弟比试 还没输过 也不知道 太初盛会上 有没有漂亮的师妹 和我交流交流修炼心得 是哪个杀天刀的 不遵守交通规则 几位道兄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好漂亮的师妹 师妹你叫什么名字 在哪修行 可有道理啊 几位师兄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后面有邪修在追我们 现在才想走 不好意思 已经没机会了 把碧宝交出来 不然今日你们全部都得嘎在这 其他人是无辜的 不管他们的事 你放他们走 不然 别想从我这拿到陈家密宝 有你讨价还价的份上马 把碧宝交出来 我们说不定考虑饶他们一命 若是不交 那你们就全部嘎在这吧 几位道兄 我不能连累你们 我给你们 不过你们再好说话算数 哼 别啊师妹 那么好的东西 怎么能说给就给了 有师兄在 包你无恙 我们是很久没出门了吗 竟然也有 被小看的一天 实在是太难得了 终于又可以光明争搭的嘎人了 那麦九老头 给我搞得以肚子的活 还没地方发现呢 哼 狂妄 陈姑娘 你也听到了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们 而是他们自找的 各位师兄弟 不要跟我抢 让我来 这人好强 咱们一起出手 你们别让我失望咯 此人不可敌 快撤 你跑得了吗 诸葛神剑 这荒郊野岭的怎么蹦出这种神仙 小子 轮到你了 饶命啊大爷 我再也不敢吹大牛了 小子 我松你下去 嘎人腰狠 这离青山宗很远了 九仙的老头应该找不到这里 师父 这里好美啊 师父 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旺财 修仙之人要注意心性 我被修仙 除了修仙问道之外 还要游遍 山穿大海 历经世事沧桑 师父这里荒山野岭的 会不会有野人啊 猴哥 不用怕 为师事也是高人 你们快去抓几只烧鸡过来 咱们边吃烧鸡边摸鱼 快看 有人类闯入了咱们的领地 那三只动物一定很好吃 这些血修碰到武师弟真是惨 他们惹谁不好 非要撞到武师弟这个魔头手上 这些道兄人挺好的 就是这杀性太大了 多谢几位道兄救命之恩 别客气 除魔未到本是我被修仕职责所在 陈师妹 你接下来去哪 师姐 我的仙去找我的家人 师妹 你要离开了吗 咱们姻缘相遇 本应相伴此生 没想天命弄人 如今只剩离别残缺 二师兄 对不起 我得赶回去 唉 师妹 别说对不起 花开花落 人来人往 尘世红尘 情缘难流 既邪候于繁华之地 却无法共游人间 愿你勿忘顾人 留一份温柔 包裹着心底的咽喉 二师兄 咱们就此别过 有缘再见 二师弟 我以为你会挽留那姑娘 大师兄 咱们参加太初盛会要紧 那边美女多 师弟 我是不会为了一片绿叶 放弃一片森林的 二师弟 不错嘛 长脑子了 师兄师姐们 我们到了 这就是太初城 久闻这太初盛会 乃是各州大宗门合力集资 提供给各州天交修饰比试的盛会 届时 各州天交弟子进出 小子 我们是青山宗的弟子 前来参加太初盛会 各位道友 盛会还有三日开始 各位道友可先在太初城逛逛 大师兄 二师兄 你们看 那通缉令上的画像 好像是刚才的师妹 陈师妹勾结魔族 屠戮家族 顺带还血洗了陈家阵 这真的是陈师妹干的吗 我观那陈师妹气息中正平和 行事说话都带着正气 不像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 大师兄 你的意思这是个误会 或者说有可能是陷害 他们怎么在这 几位道兄 又遇到你们了 陈师妹 你怎么在这 看来咱们缘分未见 三位道兄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们跟我来 陈师妹 现在到处都在通津 你怎么还敢跑到太初城来了 你们都没想到 他们自然也不会想到 我在太初城啊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陈师妹好聪明 通缉令 你们也看了 我说不是我做的 我是被陷害的 你们信吗 陈师妹 你能跟我们说说 具体怎么回事吗 据我这段时间的调查 我发现 魔族和太初城高层勾结 之前陈家阵被打的事情 就是他们一手谋划的 为的就是完成血迹 这一次的太初盛会 已经被魔族控制了 几位道兄 若是来参加太初盛会的话 还是赶紧离开吧 有意思 我说 今年太初城 怎么一改往日的作风 还派人迎接各大宗门 原来是和魔族勾结到了一起 大师兄 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要通知其他宗门 小师弟 你敢确定 就太初城一家被收买了吗 咱们还是先回去 跟其他几位师弟说一下 大师兄 你跟小师弟先回去 我跟陈师妹有药事相伤 什么 魔族入侵 还控制了太初城 这可真是太好了 让我诸葛星统统嘎扰 咱们这样安排 三师弟 把海和四师妹暗中调查 小师弟参加大会 五师弟 二师弟 跟我在大会上调查 我们想办法 一网打尽 使者大人 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提前召开这一次的 台初盛会 在有几日 各大宗门圣地的天骄就全部汇聚在台初城了 干得不错 这是五平模型单 多谢使者大人 以这些天骄为耳 定能让那些宗门圣地投鼠祭器 借使我魔族大势可成 注意用词 什么叫我魔族 你充其量只是本地圈养的一条狗罢了 你唯一的作用 就是当魔族拿下这块大路 你来帮我们管理人族 是属下多嘴了 还望使者大人物怪 什么狗屁魔族 等过了这几天 我会让你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主宰者 姑娘 千山万水 此情难消 既能再次相遇 我被当不负韶华不负卿 江公子 红尘岁月 温情依旧 小妹愿与你演绎一段 美美的爱情故事 她在那睡着了 咱们过去尬了她 救命啊 师父 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我刚睡着的时候被敲门棍了 你们怎么也被抓到了 师父 我们掉进陷阱里了 醒来就被绑在这 组长 几个野人全被我们抓到了 先吃哪个 先吃那个老的 这几个小的圈起来养着 救命啊 各位师弟师妹 太初盛会今日开启 四师妹你们在外面 先暗中调查 大师兄放心 三师兄 法海 咱们走 小师弟 咱们走 大师兄带你们闯一闯 太初盛会 陈师妹 咱们俩在找个山清水修的地方 好好吟试作对 二师弟 都什么时候了还谈情说爱 这就是太初盛会吗 好多人啊 几位道兄快看 那人就是之前出手屠杀罗家镇的魔族 看来这太初城还正在勾结魔族 大师兄我们现在就出手嘎人吗 五师弟 先不急 看看再说 欢迎各位来参加本次的太初盛会 城主大人 别装了 既然各宗的精英弟子都到齐了 和他们废话那么多干嘛 给我全都抓起来 魔族就帮没脑子的蠢货 成天就知道喊打喊杀 所有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大阵包围了 乖乖束手就行 否则大阵开启 有你们好受 这些是魔族之人 城主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明显还看不出来吗 他勾结魔族 要将我等困在这里 大家跟他们拼了 明顽不灵的人类 启动大阵 将他们镇压 这是什么大阵 好强的威亚 完全动弹不了 人族年轻修饰不过如此 区区小镇就全镇压了 艾玛疼死我了 大师兄现在可以动手了吧 我已经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 这几位道兄竟然没倒下 比我想象的更厉害 几位道兄小心 这些魔族实力强大 特别是站在太初城主旁边那个 实力强大吗 师妹 让你见识见识二师兄的厉害 太初城主你竟然勾结魔族 受死吧 把王枪枪出如龙 三师兄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发现异常之处 师妹你呢 发现什么了吗 我感觉这里就像一个熔炉 仿佛有什么惊天大阵 要是武师弟在就好了 前方好像有爆炸 不会是大师兄他们和别人打起来了吧 四师妹 发海 咱们也去看看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然是大成七 要不是有秘法护身 我这一枪必嘎了你 你这城主当的可真是废物 区区小辈也敢对你动手 哼 我忍了很久了 统统嘎了 五师弟这个咬你 又嘎上头了 小师弟 你和五师弟先解决这些大几次 师弟收到 小子你狂妄 竟敢伤我倒体 好强大的魔帝之力 准备被嘎吧 大师兄 他吃药了 嘎了便是 霸王枪 无敌风火轮 剑踪绝技 速攻 三师兄 咱们现在上吗 法海 现在大师兄 他们还能应付 你们再等等 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后手 你们是谁 来自何何派 年轻弟子中 怎么会除了你们这样的人 青山宗也是剑线林问天 青山宗逼王之王将浩然 原来是最近声明确切的青山宗 不愧是隐士宗门的弟子 连魔丹之力都能抗衡 吃了魔丹实力暴涨是吗 一剑嘎了你 真龙先帝 一剑得山河 没想到老酒鬼师傅 给的真龙之力这么变态 等会我也耍一枪 怎么会这么强 连魔帝大人给的魔族之技都顶不住 真是废物 被一群小被打的暴头鼠窜 还请使者大人出手相助 没用的废物退下去 诸位师弟趁着这回功夫赶紧离开 多谢青山宗的诸位师兄 大家快撤 想跑来不及了 既然不能活抓 那就全部寄陷吧 魔族密把血海轮回 魔徒放开他们 几位道兄小心 这一击蕴含魔帝之威 十分强大 绝非常人能挡下的 有点本事 居然被你们顶住了 虽然是借助药丸 但是让我等师兄弟联手 才能顶住 也算强大 带我炼化这些人类 与八个魔弹炼化 你们一个也别想走 灭障 想炼化他们 我先炼化了你 天地神儒 炼 怎么会有此等天地神儒出现 如果要想炼化我 你们还齐差一招 齐差一招吗 那就让你感受真佛之威 万般因果 尽规无身 大乘佛法 度化众生 我当为世间唯一真佛 噶了我又怎么样 你们一样走不出太初城 法海你好厉害 他吃的八克魔丹 还没来得及发挥 那魔尊使者 硬生生被你给度化了 江流儿还是多亏师姐的天地神儒 多谢几位师兄救命之恩 几位师弟 此地危险 你们快走 陈师妹 魔族都处理完了 咱们找个山清水修的地方 喝酒银湿去吧 嗯 陈师妹呢 哼 你们往哪走 这不是跟青山宗师兄弟一起的那位姑娘吗 姑娘 我们准备离开太初城 离开太初城 谁允许你们离开了 你也是魔族之人 你们知道的太晚了 我才是魔族在此地的真正使者 刚才那个使者 不过是个替身而已 都是我的 彤彤噶了 来者何人 这里是诸葛家禁地外人禁止入内 嘎的就是你们诸葛家 是何人如此大胆敢来我诸葛家闹事 小子 撞到我手上算你倒霉 原来你才是此地的大魔头 既然你知道了 那就怨不得本姑娘了 先噶了你 再噶了你几个师兄 噶我 我诸葛心身居天地间 您叫我噶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噶我 狂妄自大 五师弟为何如此应务不凡呢 我只不过是刚才 噶大祭司消耗太多了 全都来齐了 那就一并改了 陈师妹 昨日你我才相约黄昏后 为何几日却要入魔噶人 二师弟 我就说这陈师妹有问题吧 别忘了 你欠我一只烧鸡 大师兄 你们之前就知道 罗师妹有问题 小师弟 一个区区金丹七的女修 能神不知地撞上我们的葫芦 还能在太初城随意行走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原来你们早就有所察觉 不过太初城内改了无数人族和魔族 已经满足了血迹的条件 全都要化作我成仙的资源 你们无力回天了 周天轮转 血迹大阵 周天轮转 血迹大阵 这种金针不是已经失传了吗 武师弟 这周天轮转 血迹大阵是什么 周天轮转 血迹大阵 是一门耗费生灵血迹 熔炼余生 提升资深境界的金针 由于此针法太过邪恶 早在十万年前 就被人族高手联手销毁了 没想到现在竟然又出现了 一个破阵法嘎那么多人 就为了提升一点境界 魔族之人果然该嘎 陈师妹 你何必呢 就为了一点境界 就为了一点境界 也是 你们这些天之骄子 怎么会懂我们这些 底层修饰的痛苦 资质不足 即便我们再怎么努力 日日夜夜的修炼 也比不上你们的一日之功 陈姑娘 修仙本是逆天行 不经历苦难 怎么会获得实力 哼 你天资不错 当然不会觉得付出 就会有收获 我们困扰医生的瓶颈 对你们来说 跨过就和喝水一样简单 不过无所谓了 你们马上就要化作资源 填进我的身体 我也能体会到 天才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陈师妹 这阵法笼罩整个太初城 看来你是早就盯上我们了 准确的来说 是来参加太初盛会的 所有天才 你们几位 不过是意外之喜罢了 既然知道 我们是青山宗的人 还敢动手 就不怕事情败露 被我们毁掉吗 青山宗又怎么了 你们确实很强 可越强我就越开心啊 若是能把你们练化 我说不定就能突破到最顶层 和你们说那么多有什么用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一剑 破开这什么破阵法 一剑开 陈走龙蛇 威力好强的一剑 不过这大阵 是以我为阵眼 加持了魔地的魔力 要想破开 可没那么简单 苍龙霸体诀 龙象之力 我承认你们很强 但你们能强得过 这满城的气血凝结吗 这满城充盈的血气 都是我的保护层 既然破不开 那我就度化了你 万般因果 尽归无身 大乘佛法 地藏菩萨心咒 头好疼 别酿了 别酿了 我说了 你们现在做的这一切 不过是徒劳无功 不如束手就擒 陈姑娘 你我相识一场 将公子送你一程 雷神仪式 雷电威视西天地裂 瞬间闪现西万物精 天崩地裂 二师兄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阴阳乾坤 天地神炉 炼 这是魔地的魔呆 二师兄 这魔呆让我研究一下吧 这把魔刀我用来噶人 天地一刀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我师弟你这个坑话 咱们快回去通知魔地 魔女任务失败了 我佛门讲究冤有头债有主 把诸葛星交出来 然后诸葛老祖自断双臂 并向天下佛门道歉忏悔 我等上游佛宗 可以考虑放你诸葛家一马 那臭仔子在外面又不知道惹什么祸了 想要怎么打 放马过来吧 你佛门在青龙洲虚伪至极 我们早就看不惯了 嘎我佛门门徒 还执迷不悟 那就别怪本金刚 嘎进你诸葛家了 不语他们废话 先破了他们的护宗大阵 只有武力才能让人屈服 佛法 佛蕴拈花指 武师弟怎么了 诸葛师兄弟 我诸葛家的护宗大阵破了 什么护宗大阵破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诸葛家有秘法 当护宗大阵被破时 能新生感应 说明诸葛家遇到大危机了 这时候在外有力的弟子必须赶回 武师弟 这里离诸葛家远吗 很远 飞回去的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武师兄 你把诸葛家位置给我一下 大师兄 距离很远消耗很大 要想快速回去 只能我先带着武师兄先走 武师弟 小师弟 你们先去 我跟几位师弟随后就到 多谢几位师兄 小师弟 咱们先出发 诸位师弟 诸葛家乃第一眼是家族 居然能有人能破了他家的阵法 说明敌人实力强大 这一次 咱们要认真打一场了 青山宗不惧强敌 调整方向 触发诸葛家 先宗佛门果然够强大 一招密法 就破了我诸葛家的护宗大阵 区区小阵 也想挡我先宗佛门 四方阵 东方青龙阵 不愧是阵法世家 竟然能将我等逼退 佛法 金刚暴怒 不愧为先遇佛宗 出手既秒了两个练虚境高手 还顺带将我打伤 这是给你的警告 切勿赋予顽抗 否则嘎无赦 实力强大那又如何 我诸葛家 不可辱义不可欺 四项八卦阵 四项八卦阵 将四神兽与八卦结合在一起 每个位置都有特定的灵气流动 通过合理布置浮路或者法阵 达到攻击防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 不愧是阵法世家 那就看看你能不能破了我佛金刚法像 四项八卦阵阵压 诸葛家阵法 果然够霸道 也不枉我们兄弟俩走一趟 金刚服魔掌 居然能挺住 这一拳将你直接嘎了 金刚佛魔拳 震倒 六重罗声门 老祖 我回来晚了 刚刚好 他们为诸葛星那逆子而来 你是诸葛星 无奈诸葛家家主 很好 将你们一网打尽 你在做梦 降龙金刚 别留守了 快点解决吧 咱们让那诸葛星回来 就看着诸葛家画做废墟 满足血清全部被嘎 师弟正有此意 俯虎罗汉掌 镇压 老祖小心 震倒 移行幻影 白色 可惜啊 居然被换走了 不过你们躲不过下一招 我诸葛家仙人还未飞升时 谁敢如我诸葛家 诸葛家败落成今天这样子 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孝子孙 请先人出山 当诸葛的帮助喊出 仙人名字之时 只见天地之间 出现一道巨大的身影 我诸葛家 又遇到了灭族危机吗 有意思 竟然有一缕仙魂 不孝子孙 请先人出手 就诸葛家于为难中 想不到我诸葛家 落魄到这个地步 竟让人骑在头上 区区的缕残魂 轻松灭之 大子弃琴拿手 镇压 佛门突驢 敢骑我诸葛家 若是真身降临 也许还值得一战 你对诸葛家的实力 怕是有什么误会 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们 什么叫做阵法 小小金刚 也敢来我诸葛家 搬门弄斧 阵法 诸葛求仙 仙山压顶 不愧是能够飞升的仙人 确实厉害 看来是小看他了 不过我们 我们居然能下来 自然带着后手而来 阵法 五行诸仙阵 我知道了 他虽然强 但是只是一缕真魂 并不能发挥出阵法的真正威力 趁现在疯了他 佛家至宝 阵魂锁 这阵魂锁会逐渐消耗你的仙力 直至你灰飞烟灭 咱们合力发动杀阵 为先祖争取时间 诸葛杀阵器 本金刚不会再给你们机会了 今日诸葛家该绝 五师兄 咱们到了 天地一岛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佛门 赶尬我诸葛族人 我赶了你们 真道 诸葛神剑 你就是诸葛星 少主你姊妹也回来了 快走 这两人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 行不改名作不改姓 正是诸葛家当代少主 诸葛星 这小子很不错 有我当年一半的风姿 诸葛星 小小恋虚妻也敢嘎我佛徒 今日嘎了你 想嘎我五师兄 先问过我的剑 诸葛星 你嘎我佛门弟子 今日就让你长寿四只劲断 三刀六动之苦 五师兄 小子 亲眼看看你师兄是如何被嘎的 这一臂嘎的是你对佛门之不尽 这一臂嘎的是你对佛门之徒的暴力 这一脚是佛门对你的惩罚 这一脚是佛门对你的度化 这一刀阻你轮回之路永世不得超生 这一刀斩你慈悲之心 最后一刀送你入十八层地狱 永不翻身 少主 这一刀老奴替你抗了 公叔 我自己的是我自己抗 少主 你已成长 作为你的护道人 公叔只能护你到这了 未来的路 靠你自己走 佛门 总有一天 我会嘎到灵山 将你们嘎的一个不生 小子 今日就将你诸葛家屠戮殆尽 接下来 轮到你父亲 然后是诸葛老祖 皆是诸葛家满门 最后是你所在的宗门 想不到 我诸葛家 这一代又出了个麒麟天骄 在挫折中不回到心 就让本仙祖来助你一臂之力 用这谨慎的仙力 助你日后成仙 他日我们仙遇再见 杀神隐遇 杀神仙世 统统嘎了 我嘎了你 杀神之法 星云九天 佛法 不动金刚 扶虎救我 想不到这小子 竟是一尊杀神 不能让他成长了 否则我佛门将有大难 一起嘎了他 我诸葛心腰嘎的人 谁也救不了 佛法 如来镇压 佛法 金刚咒 度化 我诸葛心腰嘎的人 我诸葛心不需要你们来读 佛不读我 我自成神 佛如祖我 我便是佛 敢瞧不及我诸葛家 我就以诸葛家 针法嘎你 针法 诸葛神剑 降龙师弟 现在轮到你了 杀神之法 乱劈刀 嘎的越多 我便越强 诸葛杀真气 万方皆虚无 诸葛心 我佛门与你不死不休 准备接受来自佛主的镇压吧 终于统统嘎了 武师兄真乃神仁 还有一个 统统嘎了 武师兄 我是小师弟 老祖 你伤得怎样 暂时无法使用法力了 男逆子出息了 不过现在暴走 希望他师弟能扛住一会 咱们赶快疗伤 武师兄 你冷静点 嘎了 全嘎了 看来只能撑到大师兄 他们到了 剑宗绝技 速攻 在本神面前 如同蝼蚁一般 打你 一如反掌 三师弟 你能不能丢温柔一点 大师兄 二师兄 别怪我用力太忙 是你们自己不会控制方向 嘎了 嗯 爱马 这是什么怪我 够丑的 他是武师兄 跟佛门金刚一战的时候 变成了沙神 武师弟这家伙 肯定有上头了 来得越多 本神嘎得越爽 大师兄 他很强 嗯 那就让他清醒清醒 法海 你就别上去了 武师弟对佛门功法又怒气 苍龙霸体诀 龙象之力 这家伙这次上头有点大 大师兄 你们坑我 三师弟 你跑慢了 那火球一看就是人力不可敌 杀神之法 耗天包锤 天地神奴 镇压 不愧是隐世宗门 居然有此等神器 老祖 趁现在封了他 镇法 诸葛求龙 镇法 八卦 封神神阵 几位小兄弟 配合我们将他镇压 三十三冲天 雷霆万军 霸王枪 武动乾坤 终于镇压了 这逆子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 哼 蹦 将龙金刚和浮虎金刚嘎了 什么 那个地方难道还有高手能嘎他俩 把外出游历的事把罗汉召回 本孙要亲自带队下去 这里有青山老二的气息 这家伙怎么追到这里来了 他不会认出我来了吧 青山老二 这会看你往哪跑 组长大人 抓到一个人类 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嘎了他 本组长饿了 现在就把他嘎了 青山老二 快救救我 镇法 阴阳聚魂阵 佛家治保 镇魂锁 镇 武师兄 这阴阳聚魂阵 真的能救活公输吗 小师弟 阴阳居魂针 不仅能结合阴阳之力 还能够平衡阴阳之气 将公输飞散出去的魂魄居拢 同时借助佛家治保证魂锁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才知道结果 五师弟 我相信公输一定能活过来的 姑娘 本公子有首诗 正适合此情此景 公子请说 八海 你说江浩然今天会被雷劈吗 大师兄 二师兄装逼的时候才会被劈 约美女应该不会 咱们看看谁赢 谁就获得这只烧鸡 姑娘 那本公子就现丑了 花钱月下御驾人 此情男素颜难知 愿为绵延千古情 化作笔墨纸上心 我呸 渣男 姑娘 你我素未相识 为何叫我渣男 哼 你这个渣男 昨天搂着我念诗的时候 还叫我小甜甜 今天又说不认识我 二师弟 你除了约诸葛家这些漂亮的女修 还能干吗 你是不是忘了吴备修士 为何修仙 大师兄 我怎么可能忘了修仙的初心 吴备修仙 当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华海 烧鸡是我的了 魔帝大人 大阵已完成 指示 指示什么 指示大军要传送过去 缺少一样东西提供庞大的灵力 灵体及天地之造化有它在 法阵还不能维持吗 咱们大军人数众多 光靠灵体还不够 而且咱们魔域之地 灵气本就稀少 还是需要那件魔族至宝 魔族至宝 你是说魔元石 下雨了 回家收衣服了 提醒宿主 魔元石已经出现 建议宿主前往抢夺 魔元石 系统 什么是魔元石 相传在这片大陆的蛮荒时期 魔族也生活在这片空间 后来 魔族窃取了野人一族的至尊之物 使感当 与一位盗祖籍的魔族人物 同时成为魔元石 魔元石庞大的灵力 能轻易毁灭一片空间 既然如此 那就通知潜伏在那片空间的人 将魔元石带回 属下遵命 野人族 魔元石 魔元石 相信你一次也可以 那我偷你酒喝的事 不计较了 咱们的感情能叫偷吗 那是我送给你喝的 我的趁机再讹他多一点 那我欠你酒钱的事 这都不是事 你徒弟已经还了 还有最后一个 我有几个不成器的弟子 你的教他们几招 拿得出手的 这个不行 老夫不想带徒弟 那就怪不得老夫了 组长大人 这个人类你是要吃三分熟的 还是七分熟的 无论是三分熟的 还是七分熟的 本组长都不喜欢 本组长喜欢吃烤糊的 来来来 大家把火加大一点 组长要吃烤糊的 救命啊 这里有只烧鸡 是谁忘在这里的 来坐 你看山顶那里有个东西 在闪闪发光 嗯 旺财 咱们上去看看 这是什么东西 感觉法力很强啊 旺财 来福 咱们把他带回去 给师父看看 诸位 我宣布 今日起 叶洛西将是继他母亲之后 成为我先皇宗又一位圣女 她将前往我先皇宗圣帝 继承传承 恭迎圣女归位 爷爷 这圣女之位本该是我的 哼 孙女放心 她想顺利接受传承 咱们就在先皇圣帝打了她 这样宗主也无话可说 这是摩帝大人传来的信息 是有什么任务安排吗 他要我们去野人族寻找摩原石 并带回摩域 野人族那可是原始不足 摩原石又重回那里了吗 咱们去看看便知 螃蟹一啊 一啊找八个 两头尖尖 这么大个 二师弟 快起来 咱们继续 大师兄 不喝了 你一直耍赖 拜见大师兄 小师弟你来了 快快快 咱们来玩螃蟹一 大师兄 我不是来喝酒的 我是有钥匙和你说 嗯 什么事 不会是师父被人噶了吧 大师兄 不是的 事情是这样 摩原石 魔族入侵 这里就是野人区域吗 看着好荒凉啊 摩原石真的在这里吗 没想到竟然有野人出现 带我去见你们的组长 否则尬了你们全族 组长大人 快交代 你们这里有没有 摩原石 你们这些可恶的魔族 我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 你就算不告诉我 那就让你常常搜魂大法 怎么样搜到了吗 他并不知道 咱们再去下一个不足寻找 师父 我们刚才在山上看到一个闪闪发光的石头 嗯 我说你们三个小不点 让你去抓山猪 你们捡个破石头回来做什么 师父 这石头感觉内含的能量十分庞大 那就送去给组长吧 然后快去抓只山猪回来 为师饿了 青山老二抓到鱼没有 老子等着你的鱼酿酒呢 哎呀再等等马上就上钩了 你太磨叽了 我看你还是下去直接摸鱼吧 大师兄你会不会带路 我们在天上都飞了一整天了 你看师弟他们都饿晕了 也没找到野人去 不应该啊 难道买的是盗版的地图 艾玛 我就知道你不靠谱 这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龙剑锋 大师兄 你这个坑货 请山神大人赐予我们一个美男子 组长山神大人真的赐予我们一个美男子了 哈哈哈 咱们这是在哪里 不知道啊 刚才被龙卷风吹下来 搁几个都被吹散了 大师兄你比我还坑 呆路从没准过的 武师弟不怪我 都怪那卖地图的老头 卖了个盗版的地图 这是什么声音 艾玛 怎么这么多野人 武师弟 大师兄又跑了 咱们也快跑 大海 你看这里的野人 怎么都嘎了 江流儿 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咱们跟着追上去 我这是在哪里 拜见组长大人 组长大人 姐妹们 组长大人醒了 咱们族群繁衍有希望了 我家浩然真是天选之子 大人饶命啊 我等并不知道什么魔原师 废物 怎么样 有线索吗 还是没有 感觉他们野人一族 已经断代了 完全不知道 什么是魔原师 姑娘你醒了 老爷爷 我怎么在这里 姑娘 我们在野外捕猎时 看到你从天而降 就将你带了回来了 看来是被龙卷风吹到野人区了 老爷爷 有看到我几位师兄吗 没有当时就你一人 老酒鬼 你看他还缺什么材料 差不多了 想不到野人去这里种多神仙草药 这一次咱们一定能酿出孟婆汤 孟婆汤 什么是孟婆汤 说你没文化你还不信 孟婆汤一口下去 不仅能让你回忆起前世灿烂 还能忘记过去的痛苦和纠结 重新开始追逐梦想的决心和勇气 神仙酿不过如此 老酒鬼 快快快 我已经等不及喝了 姑娘 你来自哪里 要不要我安排人送你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 组长 有人嘎进来了 快叫你们组长出来 否则将你们全嘎了 你们是谁 为何乱嘎我族人 哼 组长 你们这里可有魔原石 魔原石 他们也是来找魔原石的 我不知道魔原石是什么 请放了我的族人 不愿意说 我搜一搜就知道了 天地神炉 震 想不到这里居然还有修真者 看来是找对了 放开我师姐 老酒鬼 怎么样了 别催别催 现在还差一点东西 就可以搞出梦婆汤了 差什么东西 差一点魔性的能量 要是能有毁天灭地的那种就好了 保证让你一口爽翻天 毁天灭地的能量 旺财你们昨天捡的破石头呢 师父在这儿 我打算回去 送给小师兄 就没有给族长大人 老酒鬼 你看这个破石头中的能量怎么样 这不是传说中的那个 你管他传不传说 老夫就问你 能不能用他的能量 搞出你的梦婆汤 那自然没问题 没有老夫酿不出的酒 糟糕 完大了 你们是谁 来此做什么 快放开我师姐 小师弟 他们也是来找魔原石的 你们找魔原石做什么 快看 山那边冒出一道金光 应该就是魔原石了 咱们快过去 江流儿 咱们也追上去 老酒鬼 我说你能不能靠点谱 那东西能量那么大 你调动一点能量就好了吗 怎么还搞爆炸了 青山老二 看看这是什么 老夫终于搞出来了 喝一口保证你忘了前世今生 九仙伯伯 你这酒好香啊 快快 给老夫也尝一口 师父和九仙伯伯 怎么醉倒了 旺财 来福 咱们也尝一口 看看这酒是什么滋味 我感觉自己 我感觉自己 就像一只无敌麒麟 我感觉自己成了无敌兽皇 我感觉自己就是斗战圣皇 所有异族都对我俯首称臣 那片光刚才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快看魔原石在那里 师父怎么在这里 你们拿魔原石做什么 小子 魔原石对我魔族大有用处 快交出来 你们是魔族之人 那魔原石更不能给你们了 大师兄怎么办 他们要把咱们烤了 又不出手噶了他们吧 二师弟 修仙之人要注意心性 他们只是普通的野人 咱们不能用修真的办法对付他们 那怎么办 总不能看着自己变成烤鸡了吧 大师兄 他们这些野人比较敬畏神灵 要想自救自有一种办法 什么办法 嗯 那就是把自己变成神灵 嗯 蹦 师父 你醒醒 酒瓶子 师父一定是喝醉了 嘎啦 本尊要把你们这些虚伪的突驴 统统打了 青山道尊 念你心系苍生 今日就不计价你大闹临山之事 你且退下吧 五位佛祖 乙族入侵修真戒 你们却选择封山避世 背叛苍生 本尊今日看你们如何躲避 青山道尊 青山道尊 我们不是背叛 而是出于大局考虑 一族入侵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我们需要寻求更强大的力量才能对抗他们 寻求力量 有多少英雄豪杰 他们在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你们却为自己的避世寻找借口 本尊今日就是要讨个公道 事实难料 道友 我们不能简单的以利量愿英雄 我们需要更深的智慧和慈悲 为众生着想 你们所谓的智慧和慈悲 这些对抗一族有什么用 道友 你曲解了我们的意图 我们相信这是一场试炼 也是对整个修真界的考验 我们需要观察 选择最佳的时机出手 才能在关键时刻斩草除根 考验 你们的思维方式实在是让我难以理解 放下你们那虚无的慈悲之心 面对现实吧 道友 你固执而坚毅 也是我们所敬佩的 但你要明白 正义并不是轻易取得的 需要付出艰辛和代价 严谨于此 五位佛祖 你们的伪善和避世行为 必将让付出惨痛的代价 道友 你的勇气值得赞赏 但你终究无法战胜我们的智慧和佛法 那就看看是我的道法厉害 还是你们的佛法厉害 道法三千 道尊法相 道法太一悬门剑决 镇压 道法太一悬门剑决 镇压 伏法如来镇压 自爆 佛法 金刚神掌 佛法如来神拳 青山道尊 结束了 呼吕 想嘎我 你想多了 道尊求天掌 道法三千 仙天刚气阵 绞杀 nou 山道尊 现在还有谁敢和我抗衡 哈哈哈哈 pork 哈哈哈哈 S � se 在笑什么 把魔元石交出来 想要魔元石就先打败我们俩 九仙前辈怎么哭了 师哥 我们到了 异族禁区 异族禁区 我们来了 师弟师妹们 这里是修真者的禁区 也是怯懦者的禁区 但是怎么又吓得住我们 吓得住我 傲企凌云 跟随我 嘎了异族禁区之主 曾经有一位剑仙 也同你们一般傲气 可最后不也是在我们异族禁区中烟消云散 混沌道中 祸 别喝了 傲企凌云 你已经沉迷于酒中太久了 人力有穷时 那不是你的错 如果不是我执意带他们去 他们也不会全赶在那里 我需要酒来麻利自己 以后也不要叫我傲企凌云了 请叫我 酒仙 嗯? 我有一壶酒 沉迷天地间 自作酒中仙 快说 你们魔族南魔猿石做什么 不然嘎了你 放开它 否则我嘎了你师姐 你们要是再出手 我就将它神魂俱灭 给你们可以 但是看你能不能接住 小子 你耍炸 这里是万界宫殿第二层 没想到魔猿石的能量这么强大 居然无意间帮助我开启了万界宫殿第二层 师姐 你没事吧? 烦害我没事 他们伤不了我 小子 你嘎我魔族之人 待我们入侵这片大陆时 必将让你付出惨痛代价 还是让它跑了 看来魔猿石能够帮助他们入侵人狱 魔地大人 魔猿石已经拿到了 很好 通知其他魔地 前往边界 准备进入人狱 旺财 你们怎么在这 小师兄 是师父带我们来的 师父怎么会来这个地方 师父说 修仙之人要注意心性 不仅要有求仙问道之心 还要有看遍山川美景的性质 师父不亏是饮食高人 酒仙 那个孟婆汤还有没有了 再来一壶 我要再次沉醉在无敌醉梦中 滚一边去 老夫没那个心情 别打扰老夫教育 你不会想起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吧 一个老不死的 没完没了事吧 这家伙 喝醉的时候一定是梦到什么了 师父 你们睡着的时候 魔族抢走了魔猿石 什么 魔猿石被抢走了 何必大惊小怪 该来的总会来 不以人力可挡 魔族太嚣张了 竟然还赶到人界来撒野 就先 要不咱们去魔族之地找药材酿酒 老夫这会只想钓鱼 你爱干嘛干嘛 师父 种种迹象表明 魔族应该很快会入侵咱们这 咱们应该的想办法阻止他们 将鱼儿 这样你安排旺财他们 去把你几个师兄找来 咱们开一个会 商讨一下 弟子收到 此时 另一边 魔界的大军开始集结 四周的荒野之地 时不时开始有一些淡蓝色的空间列出现 诸位魔帝进入人狱的时候到了 开始安排军队传送 师父 我找到大师兄他们了 旺财 他们在哪摸鱼呢 在天上 老酒鬼 看看我这几个徒弟怎么样 是不是很帅 这老头不是酒馆揍我们的那个 搁几个 一起上 小子 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老夫可不会像你们师父一样惯着你 你们不是说一起上的吗 好了 别闹了 你们小师弟有要事和你们说 师父 倘若小师弟说的是真的 那魔族进入人界 可能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既然如此 咱们得将此事广而告之给各大宗门知晓 至少得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 魔族入侵是大事 应该联合各宗门知会此时 我们可以向各大宗门发出战摩帖 这可是弘扬咱宗门正能量的好机会啊师父 老酒鬼 想不到这几个小子 从原来的浑水墨浴烧鸡 到现在听到魔族入侵都能各输几件 看来是可以开始培养他们往那个地方征战了 你可想好了 最后不要走了我的老路 诸位爱徒 你们可想好了 魔族嘎人不见险 可不管你儿女情长的 作为饮食宗门 为师要你们在这次危机中独当一面 寻找魔界踪迹 镇守魔界通道 此话一出 几人顿时一阵安静 除了江流和法海一脸崇拜 其他几位师兄脸上都是一副猛逼的表情 哥几个 师父他老人家是不是入戚上瘾 已经忘记自己几斤几两了 他还是咱们以前那个师父嘛 以前他可是第一时间跑的 这个师父不会是在野人区待久了 成了野人了吧 这几个臭小子刚才夸他们 这回肯定在笑话我了 江流 弟子在 为师教你一招 配合你的传送阵 快速将魔族即将入侵的消息传给各宗 弟子收到 嗯 这是什么 青山宗那群小伙传来信息 魔族准备大举入侵 立刻召回所有外出弟子 掌门 青山宗传来消息 什么消息 魔族准备大举入侵 立刻封山 待我会见老祖之后再做决定 拜见老祖 拜见家主 少主传来信息 怎么了 有何要事 少主说 魔族准备大举入侵人界 这臭小子出息了 立刻集合族中帝子 父亲 怎么了 楚楚 江柳儿说 魔族准备入侵了 一张阵摩铁在人界引发了不小震荡 惊动了各州无论大小宗门的修士 九仙 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事 不然再把你烤糊了 送给族长大人 青山老二 你会后悔的 哼 我只知道我不做才会后悔 五师弟 九仙在那里钓鱼 你想不想报仇 大丈夫有仇必报 不过怎么报仇 打优打不过 五师弟 打不过可以智取啊 嗯? 智取 老二 鱼上钩了 有鱼吃了 这是什么东西 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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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九仙前辈 你们在干嘛 从哪里弄得那么多酒坛子 九仙前辈说 他酿了一种绝世好酒 今天拿出来与你们分享 绝世好酒 真的假的 不会是假酒吧 要想让他们变强 必须先增强他们的体质 这里面的药酒能够进入他们体内 根据每个人身体特质进行改善 老酒鬼 听着不错呀 能不能也给我搞一缸酒泡一泡 你常年不洗澡 进去只能搞坏我的酒 哦 怎么感觉身体热的难受 看来师傅是让九仙前辈 帮我们增强体质 趁着这时候 我进去万劫宫殿第二层看看 系统 你知道万劫宫殿第二层是怎么回事吗 提醒宿主 这万劫宫殿第二层有其中一项功能 能够直通一些上谷秘境 闯过秘境 宿主有机会获得传承 增强修为 获得传承 增强修为 那我便进去闯一闯 系统提示 要闯过此宫殿 必须先通过门口的守卫 通过守卫 这两个守卫看着很普通啊 就在青山宗几位师兄弟被九仙当药才炮酒时 四周之地涌现出了大量的魔族 一些小宗门以及三国的边缘城池陆续被魔族占领 关于青山宗提醒魔族入侵的事情也被确认 长老 确切消息 魔族开始入侵了 这些魔族真会挑事后 居然选择在圣主渡城先劫时 长老 咱们怎么办 这个时候 咱们圣府必须站出来 否则人间界将群龙无首 立刻联系各大宗门 咱们组织队伍将魔族驱除 坚持到圣主渡劫成功 皇上 咱们大周边城已经有数座城池被魔族占领 人间浩劫已至 仅凭咱们皇族力量 恐怕不可敌 请速派人联系我而浩然 他在隐世松文修炼 一定有办法阻止魔族入侵 拯救我大周皇朝 酒仙有没有酒了 我口有点渴了 没有 口可你可以去喝点河水 这里的河水纯天然无污染 不仅能养颜美容 还能强身健体 别这么小气嘛 我用这个鸡腿跟你换 青山老二 你没感觉到这个世界 涌入了很多魔族的能量吗 感觉到了 这一次咱们应该是要出手了 我徒弟他们要泡多久 我已经极不可耐的 让他们出去拯救世界 将我青山宗发扬光大了 别着急 一共要泡七七四十九天 什么 七七四十九天 这么长时间 魔族都快把外面炉干净了 一个老酒鬼 能不能加快点 可以 不过的需要我们联手 加快要就对他们身体进入 这期间还不能中断 否则你徒弟就真成了我要酒的材料了 哦 既然如此 容我先把这只鸡腿吃了 鸡腿是我的 怎么这么臭 忘了告诉你 这只鸡腿我用来搓澡的 呦 来者何人 小崽子们拿下这座城池 里面的资源和美女就都是你们的了 杀 立刻禀报大人 我们已经拿下这座城池 杀 诸位将士 今魔族大军入侵 吴与儒等同卫大洲子民 自当共守家园 今日之战 当果儿勇气 以奥迪人 以武俱雪 保家卫国 死战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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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将军 我佩服你的勇气 可愿加入我族大军 本将能保你一命 本将生是大洲人 死是大洲的鬼 吴宁死不叫 前方军报八百里加急 禀报无皇 恒云将军战死 边城又有数座城池 已经被魔人占领 魔族大军正向帝都进军 请陛下派大军支援 将军 大延与大夏国战事如何 陛下 大延皇朝与大夏皇朝 也遭受魔族入侵 看来这场浩劫难以幸免 可有安排人前往青山宗 向我儿浩然求救 回陛下 已经安排了 估计也快到了 很好 立刻召集其他将军前来 咱们商讨如何抵御魔族大军 晚晚师姐 你说江流与大师兄他们去哪了 这么久不见回来 情心想江流了吧 能不想吗 希望他们在外面别遇到什么危险 晚晚师姐 山下有大洲皇朝的人前来 大洲皇朝的人来做什么 二瓜 你最近有打听到什么消息吗 晚晚师姐 最近人间界不太平 魔族不知道怎么的就开始大局入侵了 魔族入侵 拜见神仙姐姐 你们来我青山宗和事 回禀神仙姐姐 我们是来寻找二皇子的 如今魔族大军入侵人间界 大洲皇帝想请二皇子帮忙 大洲二皇子 我们青山宗和人是你们大洲二皇子 回姐姐的话 江浩然乃我大洲二皇子 此事我已知晓 不过二师兄外出历练了 等他回来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知 禀告大人 我族大军已经攻下人间界数座城池 并且降服了众多修真门派 此界大宗门派有何反应 回禀大人 尚未看到此界大宗门派出手阻拦 看来他们是紧闭山门自顾自了 这样也好 等我们清扫了三大皇朝的势力 占领了他们城池 再转头逐个将他们击破 诸位宗主 近来魔族大举入侵人间界 五倍修仙 当想要除魔 现在入侵的还只是比较弱的 魔族低等士兵 随着时间推进 魔族之人会越来越多 也会有强大的魔族出使 近来三大皇朝损失惨重 纷纷向各宗求救 咱们也不能不管 我提议 各宗安排一些年轻弟子 进入三大皇朝的军队 帮助他们阻止魔族大军的入侵 同时安排精英弟子寻找魔族通道 咱们在集中力量封闭他们的通道 来个关门打狗 师父 师父 弟子出关了 进步不错 时间刚好 师父 你说的时间刚好是指 魔族正在大军入侵人间界 身为隐世宗门 五倍修仙 自当想要除魔 弟子收到 拜见师父 我 如今你已经领悟了三色同观之力 恰逢魔族入侵 为师命你前去降妖除魔 维护人间正道 弟子遵命 弱小的人类 奉劝你们放下武器 可恶的魔人 你们乱杀无辜 我嘎了你们 是修真人士来帮我们降妖除魔了 快回到你们队伍中 大家按照长老们的吩咐 到三大皇朝的队伍中 帮助他们抵御魔族 禀报大人 近来三大皇朝的队伍出现了修真人士 去安排一下 在我们队伍中也安排强大魔修 将所有抵抗的人族修饰镇压 嘎我人族 看我将你们镇压了 就凭你们也想阻我魔族入侵 将他们全部镇压 禀报大长老 魔族大军中也出现魔修 三大皇朝的虽有我人族修饰加入 但也难以抵挡对方 我人族大军接连败退 魔族通道已经找到了吗 陆续有一些踪迹 但是对方有大能修饰镇守 诸位 人间浩劫 看来我们这些老家伙的轻子 带领上场了 只要坚持到圣主妒忌成功 就有翻盘的机会 刀客联系上店主了吗 联系不上 店主似乎进入了宫殿第二层 看来咱们的去青山宗一趟了 大周皇帝 大周皇帝本将劝你们投降 否则带我魔族大军攻破都城 你们将万劫不复 大 诸位将士 如今魔族入侵 死成危在旦夕 身后便是你们的亲人 成破则家王 此等危机之际 朕愿随诸位斩敌破阵 捍卫家国 大 陛下 帝都已经被魔族士兵围住 立刻启动护国大阵 等待修仙修士支援 并立即派人去青山宗 公主秦心在那里 她一定能请来仙人除魔 陛下 再这么下去 帝都护国大阵怕是坚持不了多久 求救的可曾有消息传回 陛下 此次魔族大举入侵 为了自暴 很多宗门都紧闭山门 恐怕无人援助了 难道我大象国要亡了吗 系统 刚才那两尊雕像 为何如此厉害 宿主 那两尊雕像的眼睛 有特殊的能力 打败他们即可获得 那我便与他们站上一站 三十三重天 三十三重天 想不到你竟然会如此霸道的坚决 左下角的宝典可真无所不能 身怀此宝如有全天下的坚决 不可能 此宝真有这么大作用 必引得天下大乱 我怎不知 那是你孤陋寡闻 左下角为大家准备了 不限量的苹果 14 Pro Max 和12.9寸 iPad Pro 我今天刚领到的 已经用上了 别骗人了 这么好的事怎么轮得到你 那你是小瞧我左下角的实力了 你认准左下角急速链接 三五秒下载好 这顶配的苹果 14 Pro Max 和12.9寸 iPad Pro 完成任务 就送到家 早领早享受 我可不上你当 想必极难获得 可笑 你认准我左下角链接 进入千倍经验暴律服 手冲一元 就得极品红装 和喷火神龙 随随便便一天三百集 苹果全家桶 还不是分分钟拿下 原来如此 此战过后 我必去左下角下载 六阶引龙阵 三十三重天 雷霆万军 小子 恭喜你获得幻境之眼 前辈 幻境之眼有何作用 幻境之眼发动时 不仅能弹开敌人 还能将敌人拉入幻境之中 将其修为压制与您相同境界 这么强 多谢前辈 小子 幻境之眼发动一次损耗极大 而且如果对方境界过高 你反而会被对方在幻境中嘎了 慎用 青山老二可别偷懒了 否则你徒弟成了要酒的料材可别怪物 放心吧 老夫自由分算 大夏皇帝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否则等会成破了 本将将嘎进你大夏子民 诸位战士 成若破 本皇将与你们共存亡 魔族修士 修要猖狂 真当我人间界无人 你们是谁敢阻拦我魔族大军 龙象宗精英弟子 天丹宗精英弟子 天玄宗精英弟子 上阳宗精英弟子 遗弃大门精英弟子 震气宗精英弟子 前来触摸 武雷宗精英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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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玄宗精英弟子 他来此处可是因为魔族入侵之事 回公主殿下 是的 帝都危在旦夕 陛下请您出山 晚晚师姐 我的马上赶回去了 秦师妹别担心 师姐自有安排 各位师弟师妹 如今魔族入侵 身为隐世宗门的弟子 我等自当为人间尽一份力 青山宗弟子 生当作人杰 死一为鬼熊 除魔未到护苍生 大家放心 我相信在战场上 你们一定会见到师兄他们的背影 青山宗 死战无忌 死战无忌 立刻出发 秦星 你带一队人 赶往大延皇朝支援 赤瓜三剑客 你们带一队人前往 大厦皇朝支援 曹师弟 你们带一队人前往周皇朝 我要让所有魔族都知道 我们青山宗的弟子 无处不在 两位 小师弟不知何时回来 但我相信 他们一定会出现在人魔战场 你们的队伍 我建议在人魔战场中打伏击 婉婉师姐 那里呢 此等人间浩劫 谁都难以独善其身 我回天乐宫 必当出尽全力 咱们战场见 婉婉师姐 战场见 并告大人 三大皇朝战位攻下 没用的废物 大人 是九大一品宗门的精英弟子 他们加入了战场 局势瞬间逆转 我等只好战时收兵 看来是打他们打得不够疼 安排魔族萨满前往战场 同时请魔族大将 前往九大一品宗门上门挑战 属下遵命 恭迎十大魔将到达人间界 此界战况如何 各路大军已经抵达三大皇朝帝都 不过有人借修真高手前来相助 目前站位攻下 诸位魔将 咱们看看哪一路大军先攻下敌方帝都 想不到魔人嘎了那么多人 一出来就碰到人族高手 本魔将就陪你玩玩 魔人你们该嘎 不仅入侵我人间界 还乱杀无辜 小子 不错吗 让我看看你长得什么鬼样 看来是很久没有来人间界了 你们都忘了曾经被我们奴役的日子了 今日就用这三色铜关收了你 小子 你有资格与本将一战 攻击人不仍然打人 这方世界很弱小 哼 你要躲到什么时候 没想到刚找到一个通道 就遇到一尊地魔 你是何人敢来阻我魔族大军 无奈话无缺 管你什么话不缺还是话有缺 阻我魔族者必嘎了 无备修仙 岂容你们扰乱人间秩序 你们俩还不够哥 小子 不错嘛 刚才还说这个世界很弱小 就遇到一个能打的 本尊就陪你玩一玩 小小大城 不堪一击 不愧是真仙级的实力 不过别小看了也是宗门的实力 大城亦可战真仙 仙法 天丹宗 你们竟敢派人 前往人魔战场 本尊给你们一个机会 向我魔族下跪 诚服我等 或可饶你们一命 无备修仙 举头三尺有神明 掌心三寸使人间 虽实力不够强大 但也不会向魔族屈服 不屈服是吗 本尊就看看你能傲娇到什么时候 宗主救命 魔人 你想干嘛 当然是在你面前一个一个嘎了 本尊喜欢看着你们绝望的样子 魔人 修要猖狂 不就是大成妻吗 本宗主一样嘎了你 只能用洛姑娘给的神丹了 有意思 不亏是天丹宗 一枚丹药竟然能让你提升实力 看来可以从你身上扣出制作神丹的丹方了 剑宗是在迎接本尊的到来吗 魔兄好大的胆色 竟敢来剑宗找死 嘎你们本尊只用一招 剑宗绝迹 不见着 无知的人类就你们这样还敢安排人去人 魔战场逞强 魔族入侵 人人得猪之 是吗 那今天就嘎了你们全宗 剑宗绝技 剑气三连斩 真是意外之喜 居然还有大成器修饰 魔族修饰 滚出此劲 口气挺大 本尊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本事不大 嘎你刚好 魔族 嘎我剑宗必须将你诛之 人族中你也算不错了 不过魔族的强大超乎你的想象 本尊一共九条命 九个心脏 看你如何嘎了我 剑宗绝技 剑神之武 也不知道圣主何时才能渡完真仙节 此件浩劫 只有靠圣主渡劫成功后 带领我们逆袭翻盘了 我在这里感觉到了高手的气息 想不到居然有人在渡真仙节 真是意外之喜 这个人是我的了 这恐怕是此间唯一的高手了 我建议等他渡劫成功 再把他嘎了 这是怎么回事 大长老 不好了 魔族贡道胜负来了 正在攻击护宗大阵 什么 他们不是去人魔战场了吗 难道三大皇朝的帝都 已经都被攻破了 大长老 进攻三大皇朝的 都是些低等级的魔族士兵 进攻各大宗门的 都是魔族高手 不能让他们打断圣主渡劫 立刻随我前去抵抗魔族 诸位弟子 人间浩劫 无被修仙 自当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请立即随我下山救世 下山救世 不用那么费劲了 本尊亲自上门了 弱小的人类就凭你们这本事 也想救苍生 魔人 你想怎么样 作为一宗之主 你怎么会问出这么蠢的话 不过你既然问了 本尊也不妨告诉你 要杀要寡 惜听尊便 听说你们一气到门 擅长道法 本尊想领教一番 宗主 他太强了 普通的道法肯定上不了他 宗主 你还记得青山宗弟子吗 咱们与他们画山论道时 惨白的那一幕 想不到我一气到门 居然有用到别人道法的时候 魔人 既然你想听 本宗主就让你听个够 道可道非常长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就这也配叫道法 这一日 一气到门再次天雷滚滚 不时有魔人惨叫之声响起 服道 八卦所魂 上阳宗老祖 不错不错 这么快就制住了上阳宗主了 老祖 想不到你既然勾结魔族 秦宗主 我说过 老夫回夺回上阳宗的 老祖 你高兴得太早了 本宗主早就料到有这一天 既然你把魔人带来 本宗主就为这世间贡献最后的力量 这是地暴符 没错 整个上阳宗的一花一草一木 都埋了这样的符文 同归于尽吧 这一日 上阳宗雷暴不断 山门自毁 人间在无上阳宗 九仙 这还要多久 青山老二 别偷懒 加把劲 很快就好了 看老头子这么努力 我不出手都不好意思了 小子 未来的路靠你自己走了 剑法 人间合一 白马 累死老夫了 好强大的力量 我感觉一剑就能劈开这方世界 这股感觉似曾相识啊 师父 我感知到这个世界涌入了很多魔族 而且大阎国和大下国已经被攻破 这孩子虽然现在境界还没上来 但感知能力已经开悟 不错不错 我感觉自己就快成仙了 我叫浩然果然是天选之子 雷声滚滚震山河 震撼乾坤显神威 一个臭小子 不装逼不行吗 看来这小子 在要酒的作用下 彻底将龙象之力 与苍龙仙力融合了 这小子佛光运里云绕 未来必成真佛 师父 我突破到大城七了 不错不错 再努力努力便可成仙了 诸可星的小子呢 怎么还不出来 青山老二 敢拿我抛酒 嘎了你 崩 各位师兄弟们 要想帮助三大王朝 就得联合更多的宗门修真力量 大师兄 你先去建宗 接着转战大夏王朝 二师兄 你去武雷宗 接着转战大洲王朝 三师兄去龙象宗 然后转战大炎王朝 法海和小师弟 先去维人家 然后转战正气宗 五师弟去诸可家 然后转战天玄宗 我和猴哥去天丹宗 咱们大洲王朝见 老酒鬼 这一幕是不是让你很触动 我现在只想喝酒 师父 你们不去吗 小子们 你们去吧 是时候到咱们青山宗处魔位到了 师父和九仙 有更厉害的高手要对付 曾经有位剑仙 面对异族入侵 转战横推九万里 一剑独占三千地 为师希望面对魔族 你们也要有这种无敌的期待 各位师兄弟们 事不宜迟 即刻出发 老头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难道我剑宗 今日无法度过此劫了吗 来者何人 青山宗隐世剑仙 连剑都没有算什么剑仙 嘎你都不需要握出自己的剑 剑宗绝技 剑神之物 武雷宗弟子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臣服于本尊 否则 武雷宗将在世间除名 这是什么声音 是谁在吹笛子 宗主 快看 是青山宗的雷神 他来救我们了 装模作样的东西 帝王霸气 震 雷神第一枪 长思念西长回忆 短思念西无穷极 穷极 大夏皇帝 你跑不了了 陛下放心 臣一定护你离开 大夏皇帝 快走 我们青山宗护你周全 朕不走 朕要与大夏子民共进退 婉婉师姐 魔人越来越多 必须尽快撤离 你们跑不掉了 你带大夏皇帝快走 这里交给我 小小修士 赶阻我魔军统一此剑 嘎了你 看你也有几分姿色 愿臣服我 并侍奉本魔终身 可饶你一命 要嘎就嘎 我因婉婉的字典里 没有屈服两字 哼 还想抵抗 这就送你下地狱 婉婉婉 婉婉我回来了 你死哪去了 现在才来 婉婉 别生气 出魔未到 怎么可能少到了青山宗的大师兄 我刚去升了一下级 然后顺带找了点高手来帮忙 哼 剑宗的弟子们追随隐士剑仙 将魔主驱逐此剑 是大师兄 大师兄来救我们啦 晚晚师姐说的没错 在战场上 果真能看见大师兄的身影 剑法 一剑清平 好强的剑法 居然一剑嘎了战场上的魔君 敢打我的丸丸 给你一个机会 自爆 或者我一剑嘎了你 哼 想嘎我 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什么 我一个大成绩的修士 居然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九仙 卯夫要大干一场试试伸手 你可别拖我后腿哦 你爱干嘛干嘛 嘎了都不管我的事 我只是进来找酿酒的材料 有意思 刚出来就遇到人间高手 这个人族是我的了 婉婉 这三人比刚才那个魔头厉害 你先带大家 皇帝去大洲 那边城市未破 四十妹在那里等你们 问天 你多加小心 放心 你夫君我现在也很强 一个都走不掉 婉婉 问天 别管我 赶了他们 本尊就喜欢看这种生离死别的苦难 越痛苦越让我开心 剑宗老祖 你护卫夏皇前往大洲帝都 三皇齐聚 人族就会集中力量 剑宗弟子听令 护卫夏皇前往大洲帝都 这里交给剑仙 追上去 抓到夏皇者 本尊推荐他为魔军战将 本剑仙在此 一个也别想过去 寒光万丈见不到 斩尽妖魔万千手 剑法万剑归宗 好霸道的剑法 居然将我魔军全嘎了 我说过 一个魔族也别想过去 小子 不错吗 竟然能以一己之力 与我等对抗 从哪学学会的 将嘎之人 我也不妨告诉你 左下脚法宝 有如神主 少狂妄自大了 乖乖交出此物 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想要就自己领 左下脚苹果14 Pro Max 人手一份都能领 完成任务 就能看到领取入口 都是全新正品颜色人选 老大 嘎了他 我们照样拥有 嘎了我 那这左下脚 活动额外附赠的12.9英寸 iPad Pro 你们可拿不到了 老大别听他的 想必升级一定很难 可笑 你看我手冲一元 解锁神装大礼包 在参与活动领级品做齐 一天飙升200级 评过全家桶 这不是手到勤来吗 有点意思 点击我左下脚专属加速链接 点击立即下载才有效 想要编去吧 这就去试试 给你个机会 加入我魔君 可将此女归还于你 敢伤害我的女人 我将你们全嘎了 交出单方 我可以保举你做魔族战将 否则天丹宗将在世间除名 你再痴心妄想 刺激 糟糕 丹药时间到了 看来你单方持续的到了 最后问你一句 交不交出单方 就算天丹宗覆灭 本宗主也不会与魔族同流合污 既然如此 那就嘎了你 然后搜你的魂 天地神炉 震 这是天地神炉 是青山宗的洛世姐来了 咱们有救了 此等神器居然现世 看来我今天要满载而归了 猴哥搭了他 大圣棒法 定喊神灯 怎么这么强 本将不甘心 多谢洛姑娘 宗主客气了 你与我青山宗有善缘 天丹宗有难 就是青山宗有难 我必全力相助 天丹宗 全宗上下 再次感谢洛姑娘善举 天丹宗主 魔族入侵人间界 我们准备前往大洲帝都抵御魔族 不知可否一统前往 我天丹宗誓死追随洛姑娘 事不宜迟 即刻出发 老祖 人族太弱了 魔人 你嘎我宗老祖 我跟你拼了 连你们老祖都不是本尊对手 你们这些渣渣 本尊抬手便可灭之 宗主 咱们被包围了 想不到这些魔人 为了进攻我天玄宗 居然安排了这么多高手 宗主 咱们现在该如何是好 天玄宗弟子 修仙之人与天争命 今日之魔难 必将激励你们成为强者 随本宗主与魔族同归于尽 将他们全嘎了 真道 星云守护真 诸葛家的弟子廷令 将所有魔族之人 嘎进 紧遵少主令 又来了高手 希望你不会让本我失望 本杀神连针仙斗嘎 还在乎你一个小小的搭乘 完全不够吃 多谢诸葛少主支援我宗 出发大舟 本少主要噶更多的魔族 杀 请星师姐 咱们被包围了 大言皇帝 这会看你往哪里跑 皇兄别怕 有我在 不会让这些魔族把你抓走 连这个公主一起抓回去 魔帝大人一定会大大的奖赏我们的 这是苍龙 这里怎么会有一条苍龙 秦师妹 我来了 三师兄 你们终于来了 江流呢 四师妹安排他去闻人家 和朕气宗了 好一条苍龙 居然将我魔君全嘎了 端师兄 这魔人看着实力很强啊 诸位龙像宗弟子 请护卫大言皇帝 前往大洲帝都 那里由我青山宗弟子接应 秦师妹 你也跟他们走 这里交给我 三师兄 你多加小心 放心 我一定会追上你们的 安排好了吗 本尊等了你很久 向之力 不错不错 不枉本尊等你这么久 请全力与本尊一战 否则你会嘎在这里的 魔人 就凭你也想回我朕气宗 也算有点本事 不过我们魔族的强大 不是你们人族能理解的 老族 哼 没事 谈意识办会还无法将我击败 这片大陆即将被我们统治 臣服我魔族吧 本将能保你们宗门平安无事 三十三重天 披衫 无耻的人类 你居然搞偷袭 对你们魔族之人 任何手段都不过分 这又不是青山宗的江小友吗 前辈 我们来晚了 不晚不晚 刚刚好 前辈 此间魔人入侵 三大皇朝 仅剩大洲帝都 尚存 晚辈前来 请正气宗弟子 一同出山除魔 江小友 即使你不说 我们正气宗也当为人间借尽一份力量 多谢前辈 陛下 魔族之人越来越多 再这样下去 帝都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陛下 听说大炎皇朝和大夏皇朝帝都已沦陷 魔族之人将集中力量进攻我们 难道天要往我大洲吗 这是什么声音 这种时候怎么还有人有闲心吹笛子 陛下你看 那个人好像二皇子 小子 现在在打仗你不知道吗 这里不是你装逼的地方 不是我说你们这些魔族之人 就知道打打杀杀 无不无聊 大家一起休闲 开心的喝酒吟诗做对约美人 他不香吗 你在开什么玩笑 居然劝不听 那就不怪本雷神了 帝王霸气 这 在本雷神面前 千军万马又如何 本雷神 一人可挡百万师 雷狱 无而耗然果然有大地之姿 陛下低调低调 他还没认阻归宗呢 无皇有这样的皇子 那是祖宗烧高香 低调不起来 两位 咱们玩个游戏 谁嘎了他 这女人就归谁了 玩玩 这个游戏我喜欢 小子 如果不能在一炷香内击败我们 你的女人将受尽万箭穿心之痛 副一日之劲 习惯不可乱及尘救 住这里 习惯不可乐 仿占有护血 人人海隐藏地球 你真要素水温柔 谁在滚水煮成球 今生有万和随风飞翔 帝王 留住大华 不过去将生怒无茫 找他小 小子住手 不然本尊一箭洞穿它 你们想怎么样 跪下 然后向我等沉浮 听从我魔族的驱使 小子 这是我魔族给你的机会 忘你有自知之明 小子 这一脚是还你刚才赐我的那一箭 林问天 别管我 如果你向魔族屈服 就不配做我英婉婉的男人 郭躁 打了他们 敢伤害我的女人 本剑仙一箭嘎了你们 让你们看看剑仙之威 转战横飞九万里 一箭独占三千里 剑来 气势太强了 合力嘎了它 居然一箭嘎了我的本命法宝 死人不可敌 先撤 一箭开 沉走龙蛇 下次能赶得快一点吗 那自然没问题 想不到我魔刃 才刚出来 就碰到人族高手 居然以大胜之资于我抗衡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这个通道 我关定了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魔刀双刃 小子 再见了 能嘎在我的魔刀之下 是你的福运 你中计了 什么 居然是分身之术 仙法 人顶合一 仙法 万物母气之力 这是怎么回事 传颂之门怎么会破了一道 看来人族那边有高手 将其中一道通道封印了 为免生变 咱们现在出发吧 诸位 你们想去哪 没想到你居然敢冲进魔狱 简直找死 是吗 曾经灵山大战 也有几个 突驴这么说 可最后赶了两个 青山道尊 这可不是灵山 今天让你有来无回 青山道尊 你老了 小子 本尊老当一壮 小子 怎么样 是不是很厉害 本地嘎了你 原来你们抢魔原石 就是利用它和灵体的能量 打开的用刀 快护灵体 别让它毁了巨灵法阵 同关先例 同关埋葬 小子 你是何人 来自河畔 同关门 张九阳 待我魔族 帝尊传送此界 定会将你同关门埋葬 我同关一门 专为镇压世间恶人 这就是真仙之境 果然非同反响 他终于杜劫成功了 找他玩完去 他将是我在此界嘎的第一个真仙 魔族之人 竟敢来我胜负闹事 一拳就捏爆了三个大圣圆满的祭祀 果然值得期待 两位 我先去会一会他 小子不错嘛 居然没倒在我的府下 看来得全力一战了 这是仙七千击伞 传说中千击老人的法宝 看看能不能接住我晴天异府 都是一战 别收着了 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小子 你太狂妄了 苍龙霸体诀 龙象之力 就算在霸道又如何 一样伤不了本尊 是吗 那再加上苍龙先力 苍龙霸体诀 龙象先力 得尽快追杀秦星他们 红衣小心 刀客 这里的魔族越来越多 咱们先撤 往哪撤 到处都是魔族 听说目前大洲帝都城还没破 咱们往内去 快打开城门迎接吾尔进城 陛下 好像又有敌人进来了 妖魔鬼怪还挺多的 都到齐了吗 雷神是吗 让本尊看看你有多强 不过如此 你们一起来 小伙伤你的魔术 走着 魔人 兜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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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准导 - 眼者 - 眼者 不认为 - 鞛阳 - 眼者 你 地困Д 你 好 - 脸 小子 你以大胜之姿 抵抗我等也算不错了 不过终将是昙花一现罢了 无备修签 举头三尺有神明 掌心三寸是人间 帝王印第四层 开 霸王第一枪 穷极 雷玉千里 霸王第二枪 金龙 小子 本尊嘎了你 魔法 魔龙奔袭 霸王第三枪 千秋 还有谁 小子 你很狂啊 一人之力嘎了三位地魔 从哪学来的本事 我狂怎么了 你能耐我如何 青山道尊 挨揍的滋味怎么样 这是魔语 可不是灵山 道化新剑 巨道斩天 青山老头 今天让你有来无回 本尊今天站在这里 你们谁也过不去 那就仙嘎了你 老酒鬼 大阵不好了吗 青山老二 没那个本事就别逞强 通道怎么关闭了 大人 通道突然关闭了 快安排人去魔地大人那边看看 青山老二 记得你又欠我钱了 哼 你太慢了 希望不会有太多魔族高手传送出去了 青山道尊 居然我们过不去 那就只好毁灭那片世界了 灵体 你不是想复活你的恋人吗 去那片世界收集魂魄 收集的越多 你恋人就可以转世重生了 糟糕 他竟然将魔原石打入了灵体体内 咱们好像完大了 放心 相信我几位徒弟 他们会将魔族噶尽的 青山道尊 现在倒咱们好好玩一玩了 小子 你嘎了吗 不愧是来自魔族的魔神 好在有千击伞护身 要不就嘎在你的腹下了 千击伞不愧为顶级法宝 这武器归我了 千击伤 千击弱 千击伞 千击弱 幻影盾形 这小子消失了 大家小心 你不是喜欢千击伞吗 跟他永远的在一起吧 就用这千击伞吸了你的生计 救我 不能让这小子再这样下去 魔法魔王之眼 小子 找到你了 他的千击伞很厉害 趁现在嘎了他 小子 这一斧送你去地狱 魔法 恶龙鬼斧 三十三重天 雷霆万军 你是何人 居然能一箭伤我 一族不灭 我便不死 也是剑仙 林 问 天 糟糕了 四师姐 怎么了 我感觉到 有两股很强的力量 一股在大洲帝国 一股在胜术 师姐 那咱们去哪边 刚才感觉到 大师兄的剑威很可怖 他一人去胜府应该足以 猴哥 咱们全速赶往 大洲帝都支援二师兄 大师兄 这是四师妹的声音 问天 咱们怎么掉头了 晚晚 咱们先去胜府 两位 修真界最美妙的歌声是什么 大人 我们不知道 回答错误 我告诉你们 就是像云端 嗯 像云端 像云端 两位 你们知道什么是天女散花吗 大人 我们不知道 那我表演给你们看 几位 我唱首歌给你们听 我懂吗 你用人带 ideia 我调查 Discover 雷玉 雷动乾坤 小子 从哪学来的本事 有了左下角的智宝 你们十个一起伤我都不怕 智宝 你少在这虚张声势 那是你见识太浅 左下角不限量的苹果14 Pro Max大放送 升级还配套华为Mate50 Pro 都是全新正品官方发货 妖言祸众 想必一定很难拿到 你直接看我操作 先连续登陆灵版级 VIP 极品红装助力 挂在一边自动涨经验 再参与猪仙大战 拿着一元648里包的极品武器 轻松登顶 分分钟300集 完成任务 还不是轻轻松松 说出此物哪里获得 饶你不死 就在我左下角链接 点击立即下载 不到一秒钟就下好 上线自动开启暴力加成模式 双手机轻松拿下 我这就去 抓住这两人 别让他们逃了 红一 看来咱们在劫南逃了 刀客 别放弃 就算死 也要站着死 红一 我出最后一刀 助你逃出去 刀客 无一不会抛弃 刀法 斩锋之刀 他们力竭了 趁现在 嘎了他们 剑宗绝技 速攻 佛道 金刚暴怒拳 红一 是店主来救咱们了 拜见店主 店主 终于见到你了 红一刀客 你们辛苦了 小师弟 速去大洲支援二师兄 红一 刀客 随我立即前往大洲帝都 秦师妹 终于追上你们了 这一路上没遇到其他魔族吧 三师兄 有遇到一些 不过 都被苍龙一口火解决了 三师兄 速到大洲帝都支援二师兄 诸位 抓紧了 咱们的加速了 童童嘎了 一个都跑不掉 五师弟 别上头了 速去大洲帝都 支援二师兄 大人 放过我们吧 让我们回魔域吧 给你们一个机会 快跑 有多远跑多远 多谢大人 救美哥 大人 你不是说放了我们吗 哼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说的是 你们快跑 可恶的人类 带我魔帝大人出世 必将你们嘎了 诸葛公子太可怕了 简直比魔族还可怖 诸位 随我速去大洲 那边的魔族嘎起来更爽 小子 你很强 虽不是真仙 却有真仙的实力 人族有你这样的天骄 实属难得 哼 少废话 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过去 你已经力竭 而我们还有十四个 你打不过了 我将浩然一副当官万副莫开 魔族 给我滚 快 快冲出去救下二皇子 退回去 这里不是你们能解决的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二殿下救了我们 大家听二殿下的 先撤回去 等待反攻 小子 你还挺伟大的嘛 为了这些弱小的人类 也宁愿牺牲自己 无备修仙 举头三尺有神明 掌心三寸是人间 修仙之人 如若不能维护人间正义 修什么仙 我魔族大军也到了 全军听令 破了此城 陛下 我们先护你出城 朕哪都不去 城在人在 城破人亡 诸位将士 朕与你们共存亡 我将昊然在此 一个也别想过去 帝王霸气 雷狱千里 小子 该结束了 浩然 诸位地魔 别看戏了 破了此城 完成魔地交代的任务 陛下 又有修真高手前来之人了 真是天佑我大舟 快安排人把二殿下带上来 这些人族修士怎么没完没了的 三师兄 你猜我能打几个 五师弟 师兄猜你至少打十个 哦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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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杀神之法 乱劈刀 诸葛神剑 小子 就是你搞我的二十兄弟吗 我让你们有来无回 诸葛救救我 这家伙是个怪物 我诸葛心妖狗的人 谁也救不了 武师兄真乃神人也 这武师弟又上头了 这家伙真是个怪物 硬生生将他给嘎了 只不过是一头没有理智的畜生罢了 趁他大意的时候 我等先将他阵住 其他几人去攻城 魔族大法 封禁 镇压 几位趁他突破之前 快破了大洲帝都 几位师弟 一起上阻止这些魔族 苍龙霸体诀 龙腾九天 发海 咱们也跟上师兄们 小子 就这点本事可别想阻止我们 区区立魔而已 我发海今日 就在这大洲子民面前 立一座真佛 这个宗门的人还真是变态 一个雷神以一条四 接着又是杀神 现在连真佛也出来了 那就先将他嘎了 说不定 我们还能借此突破到达魔神境界 本佛将你们度化了 咱们合力将此城轰碎 没想到在人族 还能遇到一只万族妖猴 大圣在此休想破城 大圣放法定海神针 大家坚持住 只要控制住这个家伙 其他地魔就能击败那些人类 小子 以为控制住我 我就不能嘎人了吗 只有我诸葛星不想做 没有我诸葛星做不到的 把你们都嘎下 本杀神就能荆棘了 这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力气 看他的体格应该是个练体的 我拖住他 你们两人去破城 有我端木熊在 你们一个也别想过去 龙之力 像之力 既然过不去 那咱们就先嘎了他 小子 以你一人之力 是无法与我等抗衡的 那就让你们看看 苍龙先例 与龙像先例的厉害 苍龙霸体诀 龙影九霄 这都是一帮什么怪物 一个比一个妖孽 你们两个再来 没想到化神七了 加上神赤的力量 还是无法与他们抗衡 看来我和师兄们的差距 还是很大 小子 仅凭你是无法与我们抗衡的 我要努力追上师兄他们的脚步 这一次 我也要独当一面 哼 幻境之眼 这是哪里 我怎么感觉修为降到大城了 那小子一定使用了某种弊法 暂时压制了我们的修为 地魔是吗 今天就用我最强的剑嘎了你们 三十三重天 屁山 看来这幻境确实能降低对方修为 只是消耗太大了 小子 本尊嘎了你 必须在能量消耗完之前 嘎了他 什么本尊 你现在不过一个大城修士而已 同杰比试 我江流还没输过谁 三十三重天 雷霆万局 消耗太大 没力气了 我将他困住 你上去一招将成毁了 大洲帝都 结束了 想毁大洲 先问过我江浩然 这家伙不是晕死了吗 不对 这是无意识的 没想到江浩有连在晕死中 身体还在战斗 以我之躯 化身为殿 本神在这大洲帝都 化一道雷强 护卫大洲 护着天下苍生 原来只是身体的战斗意志 看你拿什么党本尊这最强一击 二师兄 我来帮你 天帝神卢 列祖列宗在上 请护佑吴皇儿 护我大洲 大洲皇帝不必担心 我相信二皇子竟然自有天下 是啊 大洲帝 相信二皇子不仅能守护帝都 还能皇者归来 二师兄 我来助你 妖猴 你的对手是我 大家坚持住 为他争取时间 二师兄 小子 现在轮到我们阻止你过去支援了 二师兄 二师兄 你这座佛 今天怕是谁也救不了 大家快看 二殿下为了救我们 用自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的守护大洲 大家向大洲的列祖列宗祈祷 向苍天祈祷 祈祷苍天下护住二殿下 护我大洲 大洲城中所有战士 一时间竟不约而同的 未将浩然祈祷 顺时间 一股股常人看不见的气韵 从每个人的身上飘出 朝他汇聚 这时 这是人间气韵 没想到所有战士 都以他的生死为己生死 将自己的命运与他绑定 此时 大夏地印和大炎地印 同时从两位皇帝的身上飞出 朝着江浩然汇聚而去 在天地神炉 人间气韵 皇朝地印的作用下 江浩然的身体内 似乎产生了某种变化 一个远古的故事 似乎回荡在所有人的耳边 三皇巨 五印犬 人黄印 人黄泉 小子 就算有人间气韵护你 本尊也一样毁了大舟 雷霆万里要九州 枪动雷落诸神魔 人黄印 开 这帮家伙怎么打不死的 雷玉千里 多谢二师兄 两位 我请你们吃西瓜 你们这些小卡拉咪 居然敢镇压本神 彤彤噶了 诸葛杀真起 弯方皆虚无 咱们已经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先撤 一个也跑不掉 雷神第四强 满城近代黄金甲 一日望遍茶安花 流星追悦 你们这些魔人 真是罪有应得 在家好好休闲 喝酒吃肉 约美人不香吗 学人家一族 跑出来浪什么 大人饶命 下辈子好好做个人吧 二殿下威武 二殿下威武 他们不会把我当成皇子了吧 那就怪不得我装逼了 诸位将士 魔人首领 已经被本人皇噶了 占鼓起 号角响 随本人皇发起反攻 收复山河 人皇万岁万岁万岁 人皇万岁万岁万岁 我江浩然果然是天选之子 要的就是这种高高在上 万人敬仰的感觉 天不生我江浩然 装逼世界如长夜 这就结束了吗 我还想多嘎几个呢 武师弟便回来吧 都结束了 这家伙又上头了 三师兄 你下次丢我的时候 能不能等我先摆好一个帅气的姿势 这样嘎起来才有砍卦切菜的快感 江流 你没事吧 巴海 我没事 就是刚才发动幻境之眼 消耗太大了 休息一下就好 陈希 我回来了 天哥 你要带着我的梦继续活下去 要记得 在你生命中曾有一个人 为了你 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 不 陈希 不要离开我 陈希 我一定会将你救回来 我怎么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 这个二货 又开始装逼了 红衣姑娘 许久未见 可曾安好 托你的福 还没赶 红衣姑娘 那日分离 我本以为 我能忘了 可再见姑娘出水芙蓉 芳华绝带 神采艳艳 仍然深深地为姑娘倾慕 无愿与姑娘赴神仙之约 相伴一生 想人是浪漫 有嘴滑舌的东西 好吧 待你他日成仙 我便给你个机会 连红衣姑娘都能被我征服 我江浩然果然是天选之子 这件事吗 在本剑仙面前 就是一件的事情 魔法 魔王之刃 太弱了 你少狂妄自大 本尊从没输过任何人 什么这么强 好强的一剑 直接将一个魔神嘎了 多谢道友前来相助 圣主客气了 除魔未到乃我青山宗的天职 青山宗 影视宗门果然强大 还请道友留下片刻 带我略备薄酒 向道有请教一二 有酒喝有肉吃了 来这时刻 一切听圣主安排 晚晚 咱们先吃饱一顿 再去找师弟他们 灵魂 我要更多的灵魂 救命啊 大家快跑 人族要追上来了 魔族之人 这会看你们往哪跑 你是何人 快让开 他们身上的气韵 都往同一个地方去 那里应该就是 最佳的巨魂之地 小子 说你呢 傻愣着干嘛 快让开 别挡着我们 救命啊 这不是夜天吗 他怎么来这了 夜天是谁 四师姐 夜天是我们在 天元圣地遇到的 一个灵体 当时他女友 为了救他 牺牲了自己 只不过最后 还是被魔族抓走了 陈希 天歌今日 就在这大洲帝都前 用天下苍生的灵魂 迎你归来 魔元石 拒魂法阵 怎么回事 怎么这些人 魂魄全部汇聚过去了 看来他的法阵 能够吸收魂魄 师弟们 必须阻止他 五师弟 又来了一个魔族 个头好像比你变身后 还大 看来是个强者 我喜欢 小子 别装酷了 又来了一个魔族 好像还挺厉害的 艾玛 这是什么怪物 比武师弟变身还丑 你要能打过他 我就赔你花钱月下 红衣姑娘 这可是你说的 不准反悔 这小子 太好骗了 叶天 陈希已经离去 你应该放下过去 放下过去 你说的轻松 曾经我没有能力保护他 现在 等我将所有人的灵魂都吸干净 我就能赢他归来 放开我世界 就凭你也想阻我 魔通真灵 血变玄威 魔祖圣秘 受我神威 太上星落 鬼魅无停 三魂不死 七魄无名 单口疗雅 夜叉倒行 修罗沙利 天灼地青 晦气巨型 陈希归来吧 想念换我世界 先温国本杀神 小子 你屡次阻我引陈希归来 我嘎了你 你引陈希归来可以 但是用我师姐当媒介不行 阻我者 统统嘎了 小子 师弟们 这个夜间很强 咱们要拿出全部实力 救下四十枚 青山宗 此战不退 人遇千里 诸葛囚龙 苍龙霸诀 龙游千里 大声棒法 定海神针 说法 说怒火烈 这就挂了吗 也太不敬打了 我江浩然还没出大招呢 二师兄 你别嘚瑟 说不定他是假死的呢 三师弟 别着急 看我一枪噶了他 原来你没挂 罗门防御针 你们几个不错嘛 竟然能合力将我打晕 希望接下来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小师弟 一起杀 好强 灭楚 让我真佛将你度化 大圣棒法 降魔七之二棍 你们惹怒我了 结束了 魔元石 万象天隐 一架最强坤 几位师弟 为何如此鹦鹉不凡呢 大师兄 小师弟 大师兄 刚才领悟的那一件帅不帅 很帅 太帅了 爱马 又让这家伙撞到了 二师弟 你怎么一脸苦逼啊 这样子 可是约不到红衣姑娘了 大师兄 你少在哪里得瑟 有本事你噶了他 我就服你 爱马 这是谁 比武师弟还丑 大师兄 他是夜天 不仅变得很强大 还要把四师姐嘎了 用来复活陈希 复活陈希 夜天 陈希一世 放下吧 放下 你们说的轻松 我夜天今世 只为陈希而活 哼 为了一个陈希 你要牺牲这么多人 就算陈希回来了 他会同意你这么做吗 只要能把陈希引回来 牺牲多少都值得 当我者 全都嘎了 既然劝不听 那本剑仙 就让你清醒清醒 这样都没嘎 果然够强悍 没用的 此阵法乃我体内的魔源石显化 除非打败我 否则你们阻止不了 师弟们 此人已入魔 嘎了他 终于可放开了杆 诸葛神剑 溜结隐龙针 魔源石 运爆 同关 三色埋葬 灭畜 我收了你 仙法 先顶镇压 人顶合一 先顶 万物母气之力 好一个仙顶 可惜 你境界太弱了 天哥 天哥 晨替 晨曦 你别急 很快我们就能再相见了 我现在有实力保护你了 这家伙 这家伙 这家伙好强 如何压制 系统 能否有办法压制夜天 系统提示 夜天体内有魔源石 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 魔源石在它体内的融合将愈发越深 目前能够压制夜天的只有封印大阵 什么是封印大阵 封印大阵 乃上古时期 隐士宗门剑林宗 封印一位 久尾妖狐所用的法阵 其创派祖师凌空 当年 乃第一强者 不过由于宿主 境界太低 只能封印尽先 实力以下的强者 真的这么弱吗 非常弱 是我带过 醉菜的宿主 好吧 系统 快使用全部物性值 学习封印大阵 大师兄 我有一个办法将它封印 不过需要将它的境界降低一些 降低境界 这如何做的 师兄我的剑只能嘎人 诸位 我有办法 只要诸位助我靠近它 我就能用千机散吸了它 这样就能将它境界降低 那就这么办 猴哥 法海 三师弟 你们为小师弟布阵护法 师弟收到 二师弟 咱们将它逼退 给小师弟和圣主创造空间 晨曦你等着 我这就将魔元石的能量过度给你 助你重生 二师弟 咱们合力将它击退 给小师弟和圣主创造空间 五雷之力 叶天 晨曦 二师弟 二师弟 好扬的 大师兄 别废话 赶紧接下一招 一剑断 一剑斩 一剑斩乾坤 就是现在 要是没有 一剑斩 一剑斩 这一剑 怕是要嘎了 小杂鱼 赶阻我 两位少侠抱歉 没吸道 那就只能以武破之了 枪出如龙 剑扩乾坤 大家再坚持一下 小师弟很快就能完成封印大阵 哼 此战把你们都击败一举获得金条 为了晨曦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大家小心 他变得狂暴了 好强 竟然连一击都接不住 小师弟 再快一点 夜天狂暴了 小师弟 阵法好了吗 师兄顶不住了 三师兄 只差最后一个了 既然如此 师兄就在中你最后一把 苍龙霸体诀 浓向先例 夜天 抱歉了 必须将你疯了 想疯我 那就先嘎了你 小兄弟 小心 千击伞 肩不可摧 圣主你怎么样了 还能坚持一会 大师兄别装了 小师弟阵法已经完成了 二师弟 只不过想偷懒一会 就被你发现了 两位少侠 你们再进攻一次 这次 本圣主一定能把我出机会 二师弟 咱们连续进攻 给圣主创造机会 一剑开 沉走龙蛇 雷神第一枪 穷极 两剑合 并地生怜 雷神第二枪 金龙 你们对力量一无所知 不自量力的东西 二师弟 他看不起咱们 没嘎就继续上 三剑举 云翻即海 雷神第三枪 千秋 小子 记得抓准时机封印他 小子 就是现在 阵法 封印大阵 我夜天 集天地之造化 没人能封印的了我 二师弟 还有力气吗 大师兄 我也没力气了 这家伙太霸道 打不动了 咱们躺平吧 系统 他要挣脱了 连封印大阵 也不能封印吗 系统提示 他体内的魔原石 能量十分庞大 虽然被圣主 牺牲了一些生机 但魔原石 正在快速补充 夜天失去的生机 一旦他恢复 以宿主的境界 将无法镇压他 小师弟 师姐你苏醒了 你们镇压了夜天 他的阵法 就失去了对我的控制力 师姐 夜天正在快速 补充失去的生机 我最多只能再镇压一会 下面不知怎么办了 大师兄他们 力气耗尽了 师姐我来试一下吧 夜天 住手吧 陈希 你终于回来了吗 夜天 我知道你为了我而去杀戮 可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杀戮只会让我们 又有更多的悲伤和痛苦 陈希 可是我不能接受失去你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天哥 我们曾经相爱 相伴过无数美好时光 这就不够了 你以这样的方式 引我归来 我将不是原来的我 不是那个天天 围着你叫天的的陈希了 不 陈希 你永远都是我的心中的 那个女孩 无论如何改变 天哥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接受生死离别的规律 我的存在 并非为了让你继续伤害自己和他人 而是要你能够明白爱的意义 那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能够在你离开后 活在没有你的世界中 叶天 我的离去不是为了让你沉沦 我原本被魔族打的三魂七魄接散 将永世无法轮回 这位师姐身上有个天地神器 能助我将这一旅魂魄驻足 你以后就跟在他身边吧 守护子龙 就是守护我 陈希 陈希 我怎么闻到了烧鸡的味道 我也闻到了 五师兄 你们醒来了 汪才 我怎么在这里 叶天呢 四师姐带叶天去他和陈希 曾经相约的地方了 汪才 这是怎么回事 三师兄 咱们战败魔族之后 叶天就跟咱们回到青山宗了 大师兄和二师兄 还有小师兄他们 正在带领人族军队 扫荡魔族残余势力 咱们青山宗 这会可算牛大发了 大人饶命啊 对不起 我口渴了 想吃西瓜 晚晚 魔族都清理完了 剩下的时间 就是咱们的二人世界了 问天 咱们不回青山宗了吗 晚晚 自从咱们在一起 我就没一起出去玩过 趁这个机会 我带你游遍这大美山河 问天 有你真好 晚晚 夜天的事情 让我明白了 修仙世界残酷无比 未来不知道 有多少危险 等着咱们 咱们一定要珍惜眼下的美好 问天 跟你在一起 我从不后悔 我林问天 代言晚晚 遇见乘风游时间了 红衣姑娘 你要去哪 等等我啊 你这个根屁虫 怎么追了我一路了 红衣姑娘 如此良辰美景 以我樱花前月下 浓情默默 方不负着韶花光阴 无聊 红衣姑娘 难道你忘了对我的诺言了 没有 你不是还没有成仙吗 等你成仙了再说 我江浩然乃天之骄子 世间唯一人皇 成仙对我来说 简直轻而易举 唾手可得 说大话遭雷劈了吧 不对 这是成仙节 这二流子 不会真要杜结成仙了吧 旺财 那师父和九仙呢 五师兄 我没看见师父和九仙伯伯 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法海 那两个菜鸟 估计被魔族嘎了 青山老二通过已经关闭了 咱们怎么出去 放心 我知道一个隐秘的地方 不过得 先甩掉这几个魔头 青山道尊 怎么 想跑了吗 放心 本尊离开之前 肯定把你们几个嘎了 你现在的实力想嘎我们 怕是做不到了吧 而且我们这人人数可是比你们多 人多了不起吗 本尊最喜欢一条百 青山老二 你这个坑果 叶天 这里就是你和陈希曾经约定的地方吗 是的 我能在这里多待一会吗 可以的 想待多久都可以 我们都陪你 魔族已经除尽 我的尽快提升实力 万界宫殿第二层 这一次一定要闯通关 叶天的生机果然霸道 只是吸收了一点 就感觉要突破了真仙了 看来的闭关一段时间消化叶天的能量 你这孩子 出山一次就被人打碎一次通关 师父 是弟子无能 也罢 不破不立 你去闭关吧 什么时候突破到五四通关 什么时候再出来 弟子遵命 问天 你怎么停下了 晚晚 有个卖破顶的人挡在前方 卖破顶的 林问天 我要和你比个高低 卖破顶的 改天行不行 我今天带着美女 游山玩水呢 别影响我们 晚晚 你等会 等我嘎了这头卷力 这里就是人间狱了 听说他们才刚阻止魔族的入侵 这样弱小的地方 也能阻止魔族 难道还有大能人物在 咱们是直接去诸葛家 还是先找出诸葛星 先抓到诸葛星 再去嘎了整个诸葛家 一定要他们知道 我佛门不好人也不能得 诸位师弟 你们当初是没看到 二师兄一人一枪 站在大洲帝都前 那是多么的霸气 他只用了一句话 就吓得魔族不敢前进半步 快告诉我们 二师兄说了什么 二师兄对着魔族高喊一句 我将浩然一副当官万夫莫开 一人可挡百万师 还有不服气的魔族想上前 二师兄直接反手一个帝王霸气 将他震碎 此等霸气之姿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师兄 我记得我们去的时候 二师兄都被人打成猪头了 哪有这么霸气 五师弟 吃瓜三剑客 肯定是被二师兄洗脑了 长老 推演到诸葛星就在这 先下去谈一谈 本佛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诸葛星 我佛门来收你了 速来谢罪 糟糕 叶天 咱们的速回青山宗了 出什么事了吗 魔元石 灵体 万族妖体 都归我们了 猴哥 灵体 别着急 马上就抓了你 你们是谁 自然是来抓你的人 少装模作样 这是哪里 哼 这就是万界宫殿新的殿主吗 看起来实力好弱 晚辈将留 拜见前辈 你没有资格当万界宫殿的主人 好强 不知前辈为何突然对晚辈出手 滚出万界宫殿 火晶万界宫殿 就是为了变强 追上师兄们的脚步 不能这么轻易退出 居然扛下了 还算不错 系统 这前辈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宿主无需紧张 机缘来的时候躲也躲不过 此人乃万界宫殿的第二层的守殿人 守殿人 机缘虽好 但是你也得有命销售 不知如何能获得前辈认可 罢了 既然是万界宫殿选中你 想必你也有过人的天分 能击败我这旅分魂 就受你血影天刀绝 血影天刀绝 提醒宿主 血影天刀绝 炼至大成可斩天尊 炼至大成可斩天尊 那这刀绝我要定了 小子就你这点本事 是如何嘎了我佛门两大金刚的 你想知道吗 我告诉你 本杀神是把他们直接嘎成两班 然后一口一个嘎了 让你也感受一下那样的痛苦 炼虚妄知己 整天仁义道德 满口苍生 这次人间遭遇魔族 如今 却不见你们的踪影 再怎么洗都是个脏东西 五十弟又上头了 吃瓜三剑科 师兄请你们吃西瓜 三十熊威武霸气 这次之后 咱们三剑科又有大瓜可以宣传了 原来是一尊杀神 实力还不弱 难怪能把降龙佛虎金刚嘎了 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青山宗 佛祖也救不了你们 狂妄自打的家伙 下去嘎了他 想嘎我师弟 先问过咱们青山宗 灵体乖乖束手就擒 免得受苦 你们休想得逞 我可不会轻易被你们抓 你以为就凭你自己 就可以抵挡我们三个人的联手吗 你太天真了 灵体 当你与魔元石融合的那一刻 你的命运已经注定 那你们就来试一试 师姐 咱们要上去帮忙吗 来福 这种实力的对抗 不是咱们能参与的 我已经呼叫大师兄了 只要叶天坚持到大师兄来 就可以击退他们了 既然你们不愿意放了猴子 那我叶天就将你们统统嘎了 让本尊试试你狂暴之后有多厉害 话不缺 我有急事要赶去救人 请你让开 林问天 自从上次败给你之后 你就成为我心目中的修行墓 如今魔族已除 我就迫切地想和你一战 现在正是机会 我现在没功夫与你比试 我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击败你才能让实现自我存在 你执迷不悟 我们修仙之路并非只有争斗 更多的是误导心境 修身养性 你何必如此固执 执念才能使我更强大 既然你如此执着 那今天我将用我的剑斩断你的执念 仙法人顶合一 一剑开 沉走龙蛇 问天 咱们现在去哪 晚晚 咱们去四十妹呢 他刚与我传音 叶天与猴哥有危险 问天 你变强大了 有种独当一面的气概了 林问天并不清楚 自从他四剑剧之后 性格上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面对强敌时 他总会不自觉地有种 一剑再少 天下我有的无敌气概 一个熟悉已久的声音 时常在他耳边响起 一族不灭 我便不死 终有一天 我也会独自踏上征程之路 问天 你说什么 晚晚 没什么 抓紧了 咱们要加速了 林问天 总有一天 我会击败你 小子 现在退出万节宫殿 你还能喘口气 否则被这铝刀魂一刀斩了 老夫可不负责 不变强 我是不会出去的 你这是无能狂怒 弱者的表现 没有实力 就不要霸展万节宫殿 既然万节宫殿选择我 我就有资格做他的主人 今天就用我这仙剑 与你的刀一较高下 一把未觉醒的仙剑 凭什么与我的血刀对抗 血影天刀绝 第一重 刀斩山河 33重天 披山 想不到你竟然会如此霸道的剑绝 可惜境界不够 那我再让你看看第二剑 33重天 雷霆万剧 血影天刀绝 第二重 血海飞燕 不错不错 这才是万界宫殿选中的人 该有的实力 最后一剑 必将你的这铝刀魂嘎了 斩仙绝一世 破空斩 前辈 我战胜那铝刀魂了 幸好斩仙绝发动成功了 要是若空我就没招了 小子 恭喜你 看来万界宫殿选中你必有它的原因 血影天刀绝就送你了 希望你能重现老夫昔日霸天绝地的乞丐 另外万界宫殿第二层有个五行杜仙阵 你若能闯过便可以飞冲天 不仅能发挥老夫的刀绝 还能解封你那把仙剑 多谢前辈 祝你好运 佛法 罗汉神掌 法海 三师兄 小子 就剩你一人了 迅速伏法 就算剩我一个 也要多拉几个颠杯的 小子 可愿考虑皈依我佛 在佛法的光芒中找到真正的自我和解脱 剥离你内心中的凡尘执念 融入佛家之道 度化邪恶杀念 嘎了你们 才能让我超脱乌歪 小心 他一定使用某种秘法 诸葛杀真起 弯方皆虚无 赤瓜三剑客 最近有首很火的歌是怎么唱的 给这些秃驴来一曲 度化一下他们虚伪的内心 不管你怎样戏啊 那也是个脏东西 那虎虎虎虎虎虎 是一条驴 那有鸟虎虎虎虎 是一只鸡 突驴怎么样 说的就是你们 小子 赶我的 本尊赶了你 这家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棘手 他身边有个女的 咱们合力出手 抓住那女的 不信他不就犯 灵体 你很强大 但是他们可不像你这般厉害 你们想干嘛 束手就擒 否则我将捏爆他们俩 叶天 不要管我们 他们的目标是你 你自己先走 我可以答应你们 但是你们如何保证不伤害他 你没有的选 住手 我跟你们走 这就对了 叶天 四师妹 这是怎么了 大师兄 猴哥跟叶天被人抓走了 叶天那么厉害 谁能抓的 大师兄 这是叶天临走时 从对方身下撕下的一张符纹 看来只有回去问问师父了 大师兄 咱们的速回青山宗了 怎么 出什么事了吗 具体什么不清楚 但是我感知到武师地有危险 问天 事不宜迟 咱们加速回去 诸葛 诸葛行 今天 我佛子卑 本不愿意杀生 但你屡次挑衅我的 甚至将我佛门在青龙的佛徒满门嘎记 今日 本尊就代表佛祖嘎了你 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五师兄 雷遇千里 是谁敢阻扰本尊 佛门突驴 当真欺我青山宗无人 这里就是五行渡仙阵吗 看着好恐怖 恭喜宿主 寻到五行渡仙阵 宿主渡过之后 便可晋级针线至境 只不过此阵比外面的仙阶阵 要危险得多 一不小心 我就要换宿主了 系统你能不能帮帮我 修仙本是雨天争命 这需要宿主自行渡劫 既然如此 那我只好拼死一搏了 不成仙 就成人 没想到真让这个二流子成功了 宏仪姑娘 本公子成就针前之境了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 宏仪姑娘 这是准备去哪 二师兄 速回青山宗 怎么了 四师妹突然叫我 速回青山宗 那你还不回去 不着急 没有我江浩然赶不到的战场 大师兄 小师弟 你们打几个 二师弟 大师兄 我全包了 本尊允许你们 今日大开杀戒 将他们全嘎了 剑仙之法 一剑清平 兔女 你的对手是我 三千雷动 几位师兄果然强大 我不能落后师兄他们 五行剑 血引道 五行先烈 一刀斩山河 一剑破乾坤 突驴 一气毁灭吧 诸葛杀真气 弯方皆虚无 有意思 一个落魄的山门 居然出了你们这几个妖虑 兔女 屡次对我们青山宗出手 不怕我们杀到灵山 将你们佛宗 总不嘎了吗 一群狂妄自大家伙 就算你们背后的师父出来 在本佛面前 也是菜如蝼蚁 大师兄 何必跟他废话 嘎了就是 想嘎我 那你们得有本事 破了我的金身再说 佛法 金刚真身 让本杀神 试试你的佛陀金身 就你这也配叫杀神 佛法 大力金刚志 师弟们 一起伤 破了他的佛陀金身 诸葛神 屠里你的佛陀金身破了 不愧英雄出少年 看来要镇压你们 给请下如来法身了 智慧如来 慈悲无边 法身现世 微震天间 弟子请如来佛祖 法身下界 故我诸佛引领正道 诸杀邪魔 阿弥陀佛 是哪位弟子 请本尊法身现世 阿弥陀佛 弟子 贵敬 拜见佛祖 请本尊法身何事 佛祖 此宗门徒我佛门满门弟子 弟子请佛祖出手 将他们全部镇压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大师兄 头好疼 感觉要爆了 能被佛祖度化 是你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下辈子记得敬奉我佛 青山老二 你压制我了 我说老酒鬼 你要不要点脸 明明是你压制我 我怎么听到了如来的声音 师父 救救我们 如来小儿 竟敢趁我不在 欺我弟子 青山道尊 你的弟子不仅践踏了佛法 还托我佛徒满门 我只是依照正义之道 进行度化罢了 正义之道 你所谓的正义 不过是趋利避害 必是自保罢了 你以为你的度化 就是众生真正需要的吗 我并不否认你对众生的关怀 但你的方式与我不同 你的力量源自山川大地 道法自然 我则来自菩提心和佛法 咱们各有所长 都不过是对生存的理解不同罢了 本尊也懒得与你多做口舌之争 要嘎我弟子可以 当他们到了大罗之境 本尊不会插手 但是在这之前 如果再敢来犯 本尊必在刺杀上临山 毁了你的道统 阿弥陀佛 青山道尊 你的罪孽又加重了一层 青山老二 没想到你居然捕获了如来的一驴八身 真意图 怎么长得这么丑 彤彤噶了 诸葛杀真起 湾风皆虚无 师父 猴哥和叶天被抓走了 这是叶天从他们身上撕下的一块符纹 这符纹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这是巫族的符纹 你是说那老妖怪的 这帮逆徒 怎么会招惹那帮人 师父 你带我们去救猴哥吧 老酒鬼 你看我这群徒弟怎样 一个魔族入侵 就已经有了两个真仙境了 有没有兴趣 一起去巫族之地 青山老二 你去吧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 看着你的徒弟 我也想念他们了 想回去看一看 你太不够义气了 从巫族回来了再去吗 咱们先雨再见吧 到时候不要狼狈不堪的来找我 师父 九仙前辈去哪了 他去找回自己了 何人借我一壶酒 饮尽时间被雨仇 乘风欲归恨难捡 惊扰鲜严恐酒亭 好时 好酒 师父 你装够了没有 该吃烧鸡了 怎么年纪越大越磨叽了 来了来了 难得咱们再聚一起 这段时间 大家聚少离多 你们都成长得不少 为师很是欣慰呀 师父 叶天和猴哥已经被巫族抓走了 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理 师父 叶天是为了护我 才被他们抓走的 不就出叶天 物鱼心难安 放心 有师父在 你们哥几个呢 怎么看这件事 师父 巫族有没有漂亮的女祭祀 如果有 我没意见 我江浩然 要约遍天下美女 下一个正经典 师父 我赞同几位师弟一见 猴哥夜天 我们必须营救他们 只要能让我 嘎欢人 去哪无所谓 师父 你怎么安排 我就怎做 师父 咱们青山中一个不能少 很好 你们都很勇敢 可是巫族协修十分诡异 你们也要提前做一些准备 江浩然 林问天 你们去搜集情报 调查巫族所在之地 师父 他们行踪不定的 咱们去拿找 为师知道一个地方 明天告诉你们 师父 不会是你跟老秦人约会的地方吧 洛洪雪 你回些医术 这段时间 你在后山多采些草药 以备不时之需 师父 没问题 我会准备好一切 诸葛星 巫族值得诡异凶险 咱们一不小心 就陷入别人的陷阱 你的多研究研究阵法 大家放心 有我诸葛星在 保证大家不会中了巫族的法术和阵法 端木兄乏海 你们就趁这段时间好好修炼 为师帮助你们提高 多谢师父 很好 咱们青山宗齐心协力 定能将夜天和猴哥救出来 哥几个 师父你一定是假酒喝多了 说出这么巴气的话 也不怕早累批 终于将夜天和猴哥 勤回巫族之地了 巫妖王的复活指日可待啊 巫妖王的复活对咱们巫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次我们可不能有任何差错 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不能让他们有任何逃脱的机会 将阵所魂链给他们带上 那可是我们巫族的至宝 这样就能牢牢束缚住他们 好主意 这样一来 他们就无法动弹了 巫族的复兴指日可待 复兴之后 我们的巫族将再次为阵修仙剑 夺回我们失去的一切 复兴咱们巫族的荣耀时代 是谁大清早的在吹笛子 吵得我都睡不着了 二师弟 你发什么神经 大清早的像只公鸡一样 大师兄 你堕落了 你以前为了吃一只烧鸡 可以几天几夜不睡 怎么现在都赖床不起来 二师弟别笑我 等你成家立业了你就知道了 拜见两位师兄 小师弟 这么早准备去哪 二师兄 刚才听你吹笛子师弟 有所感悟 小师弟 不错不错 师兄的曲子 可是充满了对岛泽的感悟 一曲可让如痴如醉 我呸 大师兄 你的修为怎么降低了 只有化神期了 二师弟 完了 穿帮了 忘了小师弟 现在已经达到真仙之境 怎么办 大师兄 这还不简单 装备 反正以前 咱们又不是没干过这种事 小师弟 师兄们修炼的是一种归系大法 这种修炼之法 需要反复将自己的境界 推导重修 这是咱们青山宗的不传之谜 只有等你到了师兄们 这样的无敌之境 师父才会教你 我明白了 难怪三师兄和五师兄 现在是大成之境 准备渡劫再次呈现 原来几位师兄 是在推导重修 小师弟 这种归系大法 倒推重修的越多 越厉害 是谁在打扰老夫睡觉 师父 我们下山去调查线索了 师父 我去后山修炼了 你们这几的溺途 给老夫挡战 老夫又回到了七点了 大哥 欢迎回家 大哥 我们等你很久了 小弟 小妹 大哥 对不起你们 来者何人 居然敢擅闯我族 你是 你是大公子 快去禀报组长 大公子回来了 大公子终于回家了 法海 这是如来小儿的一缕法身 内涵她的修佛感悟 意义是大成七 只需要个契机 便可成就金钱之境 这缕法身 你若能深刻领悟 便可触摸到那个点 多谢师父 你好领悟吧 我跟段木雄 去看看朱可星 朱可星 你在干嘛 师父 你不是说 五祖之地凶险一场吗 我在研究几个针法 看来是为师看错你了 以为你偷懒 没想到 你是最努力的一个 师父 我朱可星说过 不会让你们在五祖之地 受到针法情爱 不错不错 你研究的什么针法 启动给为师看看 你这个逆徒 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 君主 在前唐 二师弟 咱们不是下山打听线索的吗 来这里做什么 大师兄 打听线索这种事 我已经安排 吃瓜三剑课去做了 咱们做师兄的 要的是享受人生 及时行乐 二师弟 你说的对 是师兄肤浅了 这才是咱们修仙人 该有的生活 师父 你放我下来吧 我不敢了 你这个逆徒 不是喜欢玩游戏吗 为师陪你玩 等我先把眼睛蒙上 朱可星 你可别乱动了 要是被打了 为师可不负责 三二一 怎么突然打雷了 师父 你刚才被打雷下的手抖了 五师弟被你噶了 这是个意外 谁知道刚好打雷了 师父 这雷劫是成仙劫 看来是法海领悟了 如来小儿的法身了 将来 你去帮他护法 弟子收到 断木熊 把朱可星刀过来 为师要继续连飞刀 师父 药草和一些物资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很好 把你们的大师兄找回来 咱们去乌玉救 猴哥夜天 终于射中西瓜了 老夫真是百发百中 理无虚发 大师兄 这里就是师父说的地方了 感觉好阴神恐怖啊 二师弟 我怎么感觉 那个老头在骗我们 咱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大师兄 看到了吗 是个大美女啊 二师弟 谁先约到就归谁的 美女你好 无奈雷神将浩然 美女你好 无奈见仙林问天 两个像吧 小伙伴 两位公子 你们是来替青山老二 还钱的吧 艾玛 大师兄 真被那个老头坑了 法海 恭喜你成就佛家金刚之身 江流 多亏了师父给的如来纳女法身 让我领悟到了其中精髓 走吧 咱们回纵门给师父报喜去 旺财 尾师射中西瓜没有 师父 还是没射中 不可能啊 老夫向来是百发百中 力无虚发的 师父 两位师兄被你射成筛死了 应该是这飞刀有问题 师父 两位师兄 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维师在教他们一种刀枪不入的功法 师父 法海杜劫成功了 我青山宗出了金刚劲的真佛 发达了 发达了 江流 知道维师为什么是隐士高手了吧 只要老夫略微出手 就已经是这个世界的巅峰 感谢师父 不嫌我等 弟子能够加入青山宗 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师父在上 请受徒弟一拜 要的就是这种受徒弟敬仰的感觉 师父怎么笑得那么开心 可能是之前被五师弟坑残了 难得报仇一次 二师兄 你们怎么从天而降了 林问天 你这是跑去拿鬼混了 我说你个老六 也太坑了吧 江浩然 你最好把话说清楚 不然我告你诽谤 你骗我跟大师兄 去那个什么巫族活动的地方 其实就是你欠人家钱 让我们去给你还 有你这么坑徒弟的吗 我可能是记错了吗 下次说个准确的 那老妖婆是不是又变漂亮了 师父 大师兄他们回来了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去找到夜天他们 为师早就想好 夜天还算聪明 这俯禄上刻有他的气息 我们只需要拿着俯禄顺着气息追赶 就能找到他 江流儿 启动传送阵 弟子收到 大师兄别招了 咱们出发了 林问天 注意安全 照顾好师弟师妹们 晚晚放心 没有掩饰剑仙做不到的事 传闻魔原石内含的能量若是全部爆发 足以摧毁一片宇宙 人族这小子能与魔原石融合 简直就是奇迹 长老 据祭祀大人推断 应该跟夜天体体制有关 灵体乃天地共体 所以才能吸纳魔原石不死 不管怎样 能为我族所用 为我族复活巫妖王大人 做出贡献就是好灵体 这段时间好好看着他们 等阵法依轨构建成功 就可以开始祭祀了 放心吧长老 我会在这里盯好他们的 夜天 他们好像要把我们血迹了 我知道 你就没有一点慌乱和害怕的感觉吗 又不是第一次聊 有什么好害怕的 被魔族抓的时候 我受尽折磨 在这里 无非是在体验一遍罢了 夜天 如果不是我先被抓 你也不会被他们抓到 我在一张符文上留下了气息印记 希望你的几个师兄弟 能找到咱们吧 都给我安静点 如果再说话 就把你们垫成烤鸡 祭祀大人 我们已经按照你所吩咐的布置好了 若是有人来就来保证 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还不够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整个巫族生灵涂炭 无数族人流血战死 高空中几位人族 踩在我们头顶上摧毁了我们的一切 祭祀大人 你 你不会出错了吧 你可以不信我 但是你不能不信 咱们巫族的占天传承 在场的巫族长老都沉默了起来 巫族祭祀修炼上古巫族留下来的占天传承 有着巫族观星阁的帮助不可能出错 祭祀大人 敢问这场灾祸可是来自于灵体的那个宗门 没错 所以接下来就看你们怎么选择 是要执意复活巫妖王 还是把人送走 我等上万年来 唯一的夙愿就是为了复活巫妖王大人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成功的希望 这时候若是放弃 岂不是功亏一篑 这种机会要什么时候才能有 我不同意放弃 我也是 大不了就和他们拼死一战 就算是死 我也要为我族大业添砖加娃 早就知道你们不会同意 既然如此 那就早做准备吧 师父 根据你给的方向 夜天的气息就在这附近 很好 骆红雪 你感知一下 好的师父 师父 探查到了 不过他们这边似乎也有强者 红雪 你打算怎么安排 五师弟三师兄 还有法海都我去救夜天 师父 你和大师兄二师兄 还有小师弟 去对付巫族强者 阻止他们支援 师姐 我要去搞巫族高手 五师弟 他们关押夜天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阵法 师姐需要你的帮忙 看来都成长得不错呀 趁这个机会 再锻炼他们一下 哼 诸葛星一切听你师姐安排 要是出差错 老夫回青山中 把你射成晒子 五师弟 咱们快走 避免被巫族高手发现 师父 咱们也走吧 哎呀 师父 你怎么 围师肚子突然有点疼 可能是假酒喝多了 你们先去一下 围师随后追上 师父 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大师兄 体谅体谅老人家 他能跟咱们来 已经是全奇迹了 我先上个茅厕 随后就去找你们 小师弟 咱们走吧 别等那的懒人了 说不定巫族高手 有漂亮的小姐姐呢 这么多人足高手 巫族看来再劫难逃了 好漂亮的大祭司 前方有个山洞 大家等等 五师弟怎么了 三师兄 我感觉到这里应该有个隐藏法针 五师弟 你看看能不能破解了 咱们现在不能打草惊蛇 这个刀草人怎么这么丑 五师弟 你这个坑货 触发阵法 开关了 五师弟 这种时候 你能不能靠点谱 四师姐 这是个意外 我相信 以三师兄的能力 一定能从阵法中闯出来的 五师兄 这里有两个通道 咱们选哪个 法海 其实这里只有一个通道 你们站那么远干嘛 这次我保证破解了 五师兄 你还是先破了阵法吧 你们别不信 看我的 九转绿洞 相生相磕 破除真虚 法海救我 看来五师弟 把自己完美了 夜天 真的是你们吗 什么人 来人啊 有人闯天牢了 被发现了 必须要速战速决了 夜天 猴哥 我来救你们了 夜天 是四师姐来救我们了 小心背后 幸好我留了个心眼 不然还真被你把人救走了 你想怎么样 放心吧 我不会嘎你的 毕竟你还大有用处 你们的一切 都在我们的算计之中 想拿我威胁师父他们 你做梦 你就给我安心在这里待着吧 就凭你的实力 本长老一拳就可以捏薄 四师姐 放开他 你若伤害他 我夜天出去之后 必将你们巫族粉碎 好大的口气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小美女 等我们把你的师兄们抓来 你们再好好作伴 小师弟 咱们接下来往哪走 大师兄 四师姐刚才说的是这个方向 咱们要不要再深入探查 是谁在装神弄鬼 等你们很久了 怎么起雾了 两位师弟小心 不要中了他们诡计 这铁爪有特殊的能力 被抓到了 就无法发挥法力了 你们擅闯我族领地 我代表无神大人惩罚你们 大师兄 不能这样被动挨打了 必须把这仗器清除 二师兄 我来 五星剑 火星之力 果然有些本事 一剑就破了来巫族的仗器 他们身上有符文 看来就是他们把夜天和猴哥抓走的 既然找上门来了 那就一战吧 若是败了 五等也算竭尽全力毫无怨言 若是胜了 那便是天命在巫族 巫妖王大人就该重现世间 我刚度过成仙大劫 还想着在哪活动筋骨呢 谁敢与我一战 什么 你居然掌握雷电之力 小子 休要猖狂 本作跟你过过招 九屋神诀 巫王之招 雷法 五雷之力 快帮我嘎了他 想嘎我师弟 当我们不存在吗 剑宗绝技 速攻 前辈 出来吧 别躲躲藏藏了 哎哟 不错嘛 这样也能发现 看来是本尊老了 前辈说笑了 若不是前辈故意现身 我又怎么能够发现 这姑娘好聪明 不知道能不能骗回青山宗 我那几个徒弟 有你一半聪明 老夫也不会带得这么累了 有没有兴趣来我的青山宗 老夫可以教你本事 前辈说笑了 前辈来此 是要阻拦我复活巫妖王吧 哼 那老东西不能复活 不然你们巫族也自身难保 我又何尝不知 但这是我们巫族人的使命 看来是劝不住了 那就休怪老夫动粗了 老夫可不像我二徒弟一样 懂得怜香惜玉 怎么样 老夫的实力能到你的老师吧 另外 如果不收手 本尊只好把你绑回青山宗了 我之前辈很强大 那又如何 我早已在此不下患阵 巫族古法 虚幻之境 前辈 在你出来前 必能复活巫妖王 爱马 加酒喝多了 大意了 被武师弟坑残了 居然中了巫族的患阵 公子 救救我 姑娘你是谁 怎么会在这里 我被巫族抓了 他们利用蝎子虫骨将我控制 你能帮我把铁链解开吗 姑娘 你等会 我这就帮你解开 多谢公子 姑娘客气了 你快走吧 这里危险 奴家还想请公子帮个小忙 姑娘请说 请公子让我喝上一口你的鲜血 姑娘 我好心救你 你怎么还恩将仇报了 恩将仇报 你错了 进来这里的都是我的食物 你的鲜血 我仙魔收下了 公子 快放我下来 姑娘 这可是你逼我出手的 苍龙霸体诀 不灭连环拳 不自量你的鞋子 救命啊 救命啊 别跑 给我珍珠 看你们还往哪里跑 这位公子 放了我们吧 我们也只是被巫族下了谷而已 也是可怜之人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你看看那边的矮矮白骨 你说你们嘎了多少人 公子 我们嘎的都是巫族的敌人 巫族是我的敌人 你们帮他们嘎人 就是我诸葛星的敌人 必须统统嘎了 姐妹们 跟他拼了 你这小卡拉咪 别以为你长得漂亮 我就不嘎你 在我诸葛星眼里 只有敌人 没有美人 巨龙吞噬 武师兄又嘎上头了 欢真就这样被破解了吗 我诸葛星真是真法奇才 武师兄 那边有打斗之声 会不会是大师兄他们 法海 咱们快过去看看 说不定还能嘎伤几个巫族 一剑开 沉走龙蛇 让你看看 本雷神领悟的新技能 雷云盾术 小子 有本事出来正面一战 你求我啊 求我我就可怜你 哟 不错吗 五雷之力 必须在月时之前救下他 要不然无法完成大阵 小师弟 干得不错 回宗门了 师兄给你夹几腿 这两人拦着 咱们一时半会无法突破 快救我 这人的雷电之力很霸道 要撑不住了 美女你好 无奈 二师弟 你真是活该 拜见大祭司 这几个人叫给我 众长老 还不快速速归位 月时就快来临了 大师兄 这个女的看起来很强啊 小师弟 不用怕 有师兄在 小师弟 这么漂亮 实力又这么强的美女 看师兄我怎么 把她绑回青山宗 那不是三师兄吗 他在这里干嘛 法海 咱们也上去看看 三师兄 你在这干嘛 两位师弟 别吵 看前面 他们这是在布置召唤大针 一定是准备召唤什么怪物 三师兄 咱们还等什么 直接上去嘎了他们 不然等他们完成法针 如何阻止 五师弟 再等等 他们抓了猴哥和叶天 肯定和这个召唤有关 说不定等会猴哥和叶天会出现 是啊 五师兄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咱们还不知道他们把猴哥关哪里了 现在贸然动手 恐怕会影响咱们救人 好吧 那就先听你们俩的 等会我要第一个动手 小师弟 跟上师兄们了 两位师兄 居然一下就能将实力提升上来 咱们青山洞的重修之法 果然厉害 五行剑 五行之力 月师之夜即将到来 立刻启动阵法 准备召唤巫妖王 快看 他们启动阵法了 五师弟 你看得出这是什么鬼阵法吗 我终于明白了 这是九幽天斗召唤针 被誉为修仙界最强大的封印之一 能够沉睡在万恶之渊的远古恶魔 难怪他们要抓耶天 看来是需要耶天的灵体 以及魔原石的能量 然后结合猴哥弯足妖体 复活远古恶魔 此阵法才刚刚发动 还未展示威能 我都从中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恐怖 若是让他们全部发动 我们岂不是全都得交代在这里 阵法即将完成了 快将祭祀品献出 他们果然将猴哥和叶天机献出来了 不能让他们得逞了 咱们上去阻止他们 有人来捣乱了 巫族四大大护法 快阻止他们 带巫妖王大人献士 我等便可恢复巫族昔日荣光 月前十要开始了 本祭祀也陪你们玩够了 怎么样 还来吗 巫女 休要猖狂 要不是我的几位师兄推倒重修 就算你们巫神大人来了 也抵不过他们一枪一剑 爱马 小师弟这是不知者无畏呀 大师兄 看来小师弟已经被咱们忽悠权了 傻小子们 你们真是出生牛犊不怕火 连我都打不过 更何况我们的巫神大人 待我足见月食之力 你们就走不出巫狱了 就算你复活巫妖王 在我们师父面前 也不过只是蝼蚁而已 我师父乃隐士高人 举手台族间 便能毁天灭地 你们师父 这会正在我巫族古幻阵中 一时半会出不来了 艾玛 疼死老夫了 师父 你终于来了 江流 为师刚才不小心睡了一觉 小美女 怎么样 你们的巫妖王复活了吗 小美女 别看了 在这呢 师父 你出手轻点 别伤这美女了 我说 你小子能不能优点出击 没想到前辈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来前辈的强大 超出我的想象 这小小幻阵也困住老夫 太天真了 二师弟 二师弟 咱们师父 什么时候那么厉害 管他呢 别把那个美女打伤就好 必须尽快过去大阵那边了 无足古法 迷雾之境 老夫不会再中第二次弥阵了 刀法破阵 给他跑了 师父 不愧为隐 是高人 一般般了 老夫只要略微出手 就是这个世界的巅峰 我说你个老东西 上个茅厕 用的这这么长时间吗 哎呀 老年人 腿脚不利索了吗 那边好像是 武师兄的笑声 小师弟 他们应该在 巫族部阵之地 咱们快去 这就走了吗 你们等等我呀 诸位 月拳石就差一点了 先将灵体的 魔元石能量导出来 苍龙霸体诀 苍龙不灭拳 金刚神掌 狙龙吞尸 三师兄救救我 一不小心 用力过猛了 武师弟 你真是个狠人 连自己都囤 两位师弟 快阻止他们 大祭司 你怎么受伤了 他们宗门 这有大能人物 我来助你们迎接 巫妖王大人 砍卫变 前卫聚 离卫舍 迎接巫妖 哼 道化新剑 巨道展天 看来我预言的没有错 没有巫妖王大人坐镇 无法挡住 你们青山宗 这老东西 什么时候跑前面来的 既然知道 那海队 没方了 不然今天你们都得嘎 奉劝你们一句 就算你们复活巫妖王那个老怪物 有本尊在 他今天一样无法现实 本尊的强大 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嗯 师父 吹牛吹过头了 这时候要的是气势 赶紧把气势拿出来 师父 巫族的目标本来就是我们 刺师姐是被我们牵扯进来的 你不用管我们带着刺师姐走吧 是啊 我夜天能活到现在完全就是运气 本就是该死之人 此番怎么能因为我连累到傅红雪姑娘 师父 不用管我 夜天他们被抓走 都是我连累他们的 我若是没那么弱 他们也不会束手就擒 动手吧 干了这些巫族 为我们报仇 给我闭嘴 那么喜欢说话 信不信我干了你的舌头 青山宗师兄弟这边 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地 众人一时之间有点不知所措 一边是落红雪 一边是夜天和猴哥 他们不知道怎么选 师父 既然如此两难 就让我诸葛星一人 承受这份痛苦吧 就是现在 小美女 本尊看你天资不错 饶你一命 师父 别打坏了 是我们败了 我原本以为只要布置足够多 完全可以逆天改命 现在看来 命早就由天注定 祭祀大人 我们没有败 魔元石的能量已经转出部分 即使没有了灵体和万族妖体 不能迎接巫妖王大人完全体 借助月全石之力 也能迎巫妖王大人半神之体回归 无等自愿奉献生命 迎接巫妖王大人 九霄巍巍 巫族众生 月时这天 聚集万灵 我等自愿奉献生命 请巫人大人将临时时间 必有巫族 巫族之光不免长存 无尽枯休 苦等良机 无奈巫族九天之巅的至高者 今日终于现世了 拜见巫妖王大人 请巫妖王大人护我巫族 本尊给你们机会 用你们的生命精气 补足我的半神之体 待我完全回归 重现世间 必将护你们周全 师傅 这老妖怪是在吸收巫族士兵的精气吗 你以为重生这么容易吗 说白了 无非就是以命换命 在本人皇面前 竟敢如此草劫人命 也不问问我们 青山宗答不答应 师弟们 跟随师兄 阻止老怪物 吸收这些人的生命精气 雷法 雷队护体 小师弟 咱们去斩断它吸收的精气 苍龙霸体诀 苍龙护体 佛法 征服护士 一个脏东西 居然敢和我比噶人 依你们的实力 是无法伤害本巫神的 待我将他们的生命精气吸尽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小美女 睁大眼看清楚 这就是你要复活的老东西 看看你们巫族的士兵 全都被它吸干了 难道我预测中 看到巫族血流成河 所有巫族人都噶了 不是你们青山宗的人造成的 而是我们敬仰的巫神亲手噶的 他已经不是什么巫神了 一个人在地狱受尽无尽磨难 为了转生 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为什么会这样 你再看看我们青山宗的弟子 他们会为了不相识的 或者说刚才还在敌对的人 奉献自己的力量 这才是无被修仙该有的品质 弱小的人类 竟敢阻止本巫神恢复生机 他太强了 要顶不住了 师父 一会我会自爆这真佛真身 给大家殿后 帮你们拖住他们 你们先撤退 法海 还是我来殿后吧 我有五行之力 有办法逃脱 小师弟 论抗揍 孩子是三师兄我最厉害 你们都别张 三师兄 殿后这种同贵于今的事情 没有人比我诸葛心更在行啊 诸位师弟 无被修仙 举头三尺有神明 掌心三寸是人间 虽然二师兄平时喜欢约美人 但是从实力的角度出发 殿后这种事 师兄我就勉为其难嘛 二师弟 只要有大师兄我在 你在青山宗 就别想有出头之日 前辈 你怎么哭了 我这不是哭 是开心 老夫兜兜转转了一辈子 捡到几个不靠谱的徒弟 给他们又当爹又当妈的 看到他们成长 老夫这是开心的泪水 征战一族 知日可待了 你们都别争了 老夫在这里 轮不到你们几个臭小子 在这讨论断后 这是什么意思 看不起老夫吗 师父 我相信你 有您这个隐士高人在了 咱们一定能战胜无神 林问天 江流 为师今天就教你们第三剑 一剑更比一剑强 三十三重天 画龙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有人能重伤我 不过是靠阵法堆积出来的废物罢了 光有修为 没有打到法术 也就能对付对付天尊以下修士而已 在本尊面前解释虚妄 刀法三千 先天钢气阵 叫杀 各位师弟 话说那一夜 师父带着大师兄他们闯入巫族 大师兄手提三尺清风剑 杀得巫族哭爹喊娘 二师兄一人一枪 神挡杀神 佛挡杀佛 好 打得好 这些坏人就该被打死 吃瓜三剑客 接下来怎么样了 关键时刻巫族使用上古大阵 召唤出上古巫神 你们知道是谁最后一剑 嘎了上古巫神的吗 吃瓜三剑客 快说快说 别卖关子 要想听下一回精彩故事 每人一枚零食 师父 这是刚才收到的零食 哦 吃瓜三剑客 你们下回讲得时候 可以再多编其他故事 多分几个回合 多收零食 弟子遵命 又有零食换酒喝了 哎哟 谁在打我 师父 你能不能靠谱一点 连歪们低子的零食都坑 不怕别人跑了吗 我不坑他们 哪有零食换酒喝 要不你们借我一点 你知道吗 在你身上 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你的美丽和勇气 让我不禁为你心动 我答应师父留下一段时间 但请你不要误会 我对你没有兴趣 你不必这样拘解 我们之间不应这样冷冰冰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修仙世界中 双速双飞 再敢靠近 我就赶了你 二师弟 你真是活该 大师兄 我连红衣姑娘都能追到 何况一个小小的女祭司 前辈 你真能帮助我晋级天尊致敬 那是当然 先与那边宗门林立 高手众多 散修是无法立足的 以我的实力 没人敢欺负你 好 我可以留下来 不过我要当大师姐 又骗到一个了 我青山老二 真是天才 师父 你把我们叫上后山来 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青山老二 什么事啊 沈沈咪咪的 师父 你有话快说 我还要和五师弟去和李摸鱼 师父 晚晚还等我回去吃晚饭呢 如今魔族的事 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你们的修为 也算是勉强达雕了 为师打算带你们前往仙域 顺带去找回叶罗西 师父 真的吗 真的要把六师姐接回来了吗 真是太好了 之前六师妹被带走 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的时候 我就发誓 迟早有一天 要把六师妹接回来 行了 想要救回你们六师妹 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 端木熊和诸可星 必须要禁忌真仙之境 端木熊 为师有办法 诸可星 你需要回诸可家一趟 那边应该有能让你成就 真仙之境的秘法 真好我也想回家看看 另外 要想带着你们 同时前往仙域 还需要一样东西 江流 我陪五师兄回诸可家了 这样也好 如果五师兄杜真仙杰 你可以在旁边护法 法海 咱们走吧 姑娘 是来找我的吗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试问我吗 我叫端木熊 端木熊 好名字 能不能带我在青山宗转转 我想了解了解这里 二师弟 你说这姑娘 为什么偏偏找三师弟呢 不会是喜欢上她了吧 好你个端木熊 平时看着老实芭蕉的 虚然敢跟我江浩然强女人 端木熊 咱们青山宗 出现了一位仙子倩影 标野倾城 美艳绝伦 令师兄我心神动摇 是要夺得她芳心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二师兄 修仙之人要注意心性 不能沉迷女色 何必为了一个女子 而丢失你我兄弟的真感情 三师弟 我江浩然看中了女人 谁给我抢 我就跟谁拼命 我是要获得天下美人芳心 大师兄 他们这是怎么 感觉好像要决斗啊 小师弟 你说的不错 他们在为一个女人决斗呢 为女人决斗 为谁啊 为坐在塔顶的那个女祭祀 艾玛 才刚骗了一个 这两兄弟就要打起来 简直太丢人了 三师弟 你还只是大成之境 要跟我交手 一个闪电就能噶了你 我端木雄不弱于任何人 石头捡刀 艾玛 我以为会有一场精彩的决斗呢 原来是这样决斗 大师兄 强烈要求二师兄他们退票 简直是欺骗观众 三师弟 我赢了 女祭祀是我的了 我为什么要出剪刀 你赢了又如何 我还是选端木雄 什么 上天为何对我如此残忍 想我容颜俊美如玉 眼神璀璨如星辰 这是我的错吗 我只是想找一个心心相应的知己 一个可以共赴修真路的伴侣 怎么就这么难 红衣姑娘 你怎么来了 红衣 红衣在哪 好了 别闹了 为师有件事跟你们说 以后她就是你们的大师姐了 大师姐 师父 你不会收她为徒了吧 师父 她是大师姐 我是什么 她最晚进来 不应该是小师妹吗 你当然还是大师兄了 都跟我到后山来吧 有事情需要你们帮忙 师父 四师姐 他们怎么在这里 想要去接回你们六师妹 可没那么简单 需要练制破戒服 以及短时间 提高猴子和老三老四的实力 只能依靠夜天体内的魔原石了 师父 你的意思是 要像夜天一样 将魔原石打入几位师弟的体内 他们承受得住吗 夜天可是依靠灵体 这个天地共体 才勉强撑住 他们当然不能 需要配合上大师姐我的巫族古法 以及师父的修为 可以将小部分能量 转移到几位师弟身上 帮助他们破镜 不过这个过程 最痛苦的当属夜天 大家请放心 我愿意承受这份痛苦 夜天 好样的 端木兄弟留下 你们师兄弟三人 需要去东海的蓬莱仙岛一趟 那里有个打铁老人 找到他 他会帮你们 炼制破解符 以及关键的布阵符 师父你不去吗 此阵十分繁杂 我需要师父的帮忙 此行只能依靠你们三人了 要是带不回来 我要的东西 大师姐 我就拿你们祭天 师弟们 这里就是海外之地了 大师兄 这里好美啊 汪洋浩渺 尽收眼底 天地相接 无尽撞紧 小师弟不错嘛 师兄我也吟诗一首 海浪起伏如山巒 碧波荡漾无阿挪 小师弟 传闻蓬莱仙岛 乃是海外之地 三大仙岛之一 等进去后 我们先找个落脚地 打探一下蓬莱仙岛的消息 大师兄 蓬莱仙岛等会再说 咱们第一次看见大海 怎么能不下去玩一下 广寒仙岛 此地已经被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 逃你是逃不掉的 乖乖把东西交出来 否则羞怪我们不客气 广寒仙岛 你是我们海外第一美人 就这样死了也太可惜了 拾去点把东西交出来 臣服于我们少主 说不定能因此活下来 仙剑月影 乃是我祖少留下来的 你们武方造化宗 想要抢取豪夺 还想让我委身于你们少主 真是好不要脸 今日我即便是死 也不会让你们得偿所愿 冥顽不灵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生擒了你 交给少主处置 这是你们逼我的 寒影天霜 寒影天霜 寒影天霜的威力确实不凡 使用出这种招数 你也没多少力气了吧 我来自蓬莱仙岛 你们动我就不怕 蓬莱仙岛的报复吗 蓬莱仙岛又怎么样 等你被我们少主玩腻了 再嘎了你 谁会知道是我们做的 我就算嘎了 也不会让你们侮辱的 什么人胆敢多管闲事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守在外面的那些人呢 你是在说这些废物吗 不好意思 已经被我们嘎了 多谢几位道友 仙子不必客气 我将浩然最看不得女孩子 被人欺负了 姑娘 刚才听你说 你是来自蓬莱仙岛 可是真的 是真的 道友们对蓬莱仙岛 很感兴趣吗 我们有要事 想要前往蓬莱仙岛 当着我的面就聊起来了 你们是真不把我在眼里 还是不把我武方造化宗 放在眼里 不好意思啊 我的眼里只有美人 你们会为自己的狂妄 付出代价的 武方剑局 锐金剑 你 你怎么会那么强 区区一个练虚妻 也敢在我们青山宗面前装逼 几位别嘎我 我是武方剑宗的真传弟子 你们嘎了我一定会被报复的 你影响 我和美女约会了 多谢各位道友相助 若不是各位及时出现 我就被他们抓走了 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姑娘 不用客气 方便的话 请告诉我们蓬莱仙岛 该怎么走就可以了 蓬莱仙岛十分排外 平日里隐藏在大雾之中 你们若是想要前往蓬莱仙岛的话 我愿意带各位道友去 姑娘 咱们一起走吧 师兄我带你乘风雨 遇浪游万里 师妹 师兄我此番外出历练 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样的美女 鲜鲜御手如含羞御损 眼波流转如秋水盈盈 你是如此的轻力脱俗 只是一眼 就让师兄我如痴如醉 师兄 在修仙世界中能够遇见你 却是我一生之幸运 你的财情横溢 眉宇间 寂显风华 都深深地迷恋着我 让我们在这无边的海中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大师兄 这里好大的雾气 小师弟 你二师兄那个二汉 刚才还看到他带着那位师妹来着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大师兄 我在这呢 看着师妹这样子 二师弟这家伙不会牵手成功了吧 小师弟 这里仙气飘飘 正好适合师兄我吹一曲 二师兄真是天纵之才啊 不仅文武双全 还是个容貌 堪比玉雕美人的翩翩公子 爱了爱了 师妹 这些迷雾有什么说法吗 我们蓬莱仙岛 是被迷阵隐藏的 弱不得章法 即便是上界仙人 也无法发现他的具体位置 师妹 咱们接下来往哪走 咱们接下来需要横渡这段海域 浴室法宝往北边走 想不到蓬莱仙岛 还有如此门道 师父出发前也不告诉我们 也太不靠谱了吧 大师兄 咱们出发吧 二师弟 吹够没有 该走了 整天嗡嗡嗡的 吹得我师兄 我脑瓜疼 不知阵法真是累人啊 我的休息一会 师父 这个阵法不仅繁杂还耗费资源 再搞下去 我们从别宗门扣来的资源就用完了 老三 没酒了 快去给维师搞点家酒来 师父 你又在偷懒了 谁说我偷懒了 我告他诽谤 老三 你看到我偷懒了吗 师父 要不要喝点鸡汤 补一补 你真是太懂维师了 不好意思 这是我给端木熊的 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还不赶紧干活去 端木熊 你去哪 大师姐 我干活去 这么热的天干活多累啊 这是师姐给你煮的鸡汤 干净趁热喝了 人和人的差距 怎么这么大 我这师父 怎么混得比徒弟还差 几位师兄 前面就是蓬莱仙岛了 不愧为三大仙岛之一 简直人间仙境 就是不知道美女多不多 师妹 此地乃修是修炼的洞天福地 不知道师妹为何要跑去外面床的 此时说来话长 如今已经把你们送到蓬莱仙岛了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几位道兄 江公子咱们后会有期 我会记住属于我们的美好的 姑娘 后会有期 大师兄看到没 什么叫情场高手 人家还特意和我告别呢 几位道兄 欢迎来到蓬莱仙岛 师父让我带你们去见他 敢问到有你师父是何人 怎知我等来子 家师打铁老人 师父让我来接你 至于怎知你等前来 这我就不知道了 原来是打铁前辈高徒 久仰久仰 跟我来吧 家师就在里面 几位道兄可自行进去 这小家伙 怎么跑得这么快 小师弟别管他了 咱们走吧 赶紧进去找到打铁前辈 把这破戒符和布阵符拿到回去交差 小师弟和大师凶人呢 看来我们是中了人家的幻阵了 这里一共有四道门 是让我来选吗 要选哪个好呢 不管了 先进去看看 江浩然不通阵法 也懒得去猜 随便选了一扇门 就走了进去 我这是又回来了 算了不猜了 我先睡一觉等大师兄和小弟破阵吧 什么破阵 走了几次都回到原地 还是等小师弟和二师兄破阵吧 正好他们不在 没人给我抢烧机 大师兄 快看 这里有两道门 一道写着仙道 一道写着美人 咱们怎么走 小师弟 咱们修仙就是为了变强 要追求耕耕的修仙之道 咱们走仙道 大师兄 咱们修仙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还是选美人之道 快乐的喝酒 吟试做对他不香吗 选仙道 选美人 选仙道 选美人 小师弟 你怎么嘎了我们 别装了 你们是假的 我大师兄见到之心坚定 是不会改变初心的 我二师兄 虽然喜欢美人 但是他会坚定追求仙道之心 为什么 因为他是要约变 修真界所有的女修 不到顶点 怎么可能放弃 终于破阵了 大师兄 二师兄 你们醒醒 不能让小师弟发现我偷懒 小师弟 你终于破阵了 师兄刚在外面都看到了 你很勇敢 也很聪明 大师兄身边有只烧鸡 一定偷懒了 我也不能让小师弟知道我偷懒了 小师弟 师兄很早就破阵了 你最后做的选择是正确的 师兄恭喜你